第2881章挟持威逼,但维拉不同意,她虽然年幼,但因为出身王婷的缘故,所以心思远比同龄人缜密。 她很清楚这些捕猎队是不会那么轻易地便相信自己的话的。 所以她主动提出了这个计划,但立即遭到了薛安的断然拒绝。 薛安说得很明白,大不了就直接动手而已,无非就是多费些周折罢了,怎么也不能让一个姑娘如此牺牲自己。 可维拉不这么想,她扑通一下便跪在了薛安面前,仅用了几句话便说服了薛安。 她的意思很简单,现如今精灵一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身为公主,又岂能在乎这些。 虽然说薛安可以直接动手,但那样很有可能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远不如按照原计划来得好。 无奈之下,薛安这才勉强同意,但她也说了,只允许维拉解开一个扣子,若是左侍这些人还不相信,那就直接动手。 虽然后面左侍等人顺利地相信了,但薛安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其实早在幽冥鬼市,她路过摆扇铺门前时,就感受到那两名精灵女子身上有轩辕镜碎片的气息。 等靠近之后,来自轩辕镜的预警更是清晰无误地告诉她,有一块碎片就在这摆扇铺中。 因此薛安才会进入拍卖会,而等看到拍卖会上那八名精灵女子后,她心中的猜想也被证实。 这些精灵身上都有明显的轩辕镜碎片气息,这说明了两点。 一是轩辕镜碎片可能在这些精灵族群之中,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也是最大的可能便是这气息波动来自于摆扇铺的捕猎队。 所以薛安在买下这些精灵后,曾经问过他们见没见过一块碎片。 果然,其中一名精灵见过一块类似碎片的东西,而且就出现在左侍手上。 因此薛安才会想通过定活这个法子见到这支捕猎队。 可等见到左侍众人后,薛安发现事情有了变化。 他居然没有感受到左侍等人身上有任何碎片的气息。 莫非计划有误,这是当时的薛安心中第一个想法,但很快他便镇定下来,并决定继续往下推进计划。 毕竟按照那名精灵所说,那碎片是在捕猎队抓到自己这些人并打算带走的时候才拿出来的。 这就是薛安为何让维拉先行一步的原因所在。 他要通过维拉告诉其他的精灵族人,让他们做好准备,不要惊慌,并全力配合自己。 之前薛安是打算让丽莎等精灵去的,可巧遇到了维拉,再加上她的身份,所以她做这件事最合适不过。 很快,薛安一行人便悄悄尾随着维拉来到了三棵巨树之前。 这巨树果然如维拉所说的那样,呈三角形排列。 维拉迈步走入了三棵树中间,然后闭上眼睛,似乎在沟通着神网。 远处的左侍等人全都屏息凝神地等待着。 墨帝,就见这三棵树都泛起了璀璨光滑,然后一道时空之门便在众人面前徐徐打开。 一名高大的精灵女子从中走出,欣喜喊道,公主,您回来了。 话音刚落,左侍第一个冲了出去,他手下的这些队员们紧随其后,犹如狼群搬朝着这时空之门冲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这名精灵女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左侍等人就已经冲到了近前,然后便闯入了时空之门里面。 果然,这是一座依附于主位面的小世界,里面的景色跟外面大同小异,也是肿满了高大的树木。 但在这些树木之上建造着木屋,木屋跟木屋之间以藤蔓相连,形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株凹。 丛林正中则是一株无比高大的树木,甚至可以说这个小世界就是被这株树木撑起来的。 不用问,这应该就是左侍便寻不着的精灵母术了。 左侍欣喜若狂,立即吩咐道,立即准备,今天务必要将这个精灵族群一网打尽。 其实根本不用他吩咐,他的这些手下早已红了眼,立即分散开来,对这偌大的精灵驻地发起了攻击。 说是攻击,其实就是捏碎手中的灵符,对下面的精灵族进行驱赶。 顷刻间,本来宁静祥和的精灵驻地就此纷乱起来。 许多精灵族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被灵符火焰驱赶着下了木屋。 火光冲天,惨叫不断,精灵族当然也不是坐以待毙的,立即有人开始进行反抗。 可无奈他们的种族天赋早已被事先有所准备的左侍等人克制的死死地。 不管是射出的箭支也好,攻击的藤蔓也罢,都无法阻止左侍等人分毫。 眨眼间,那些木屋便被焚烧殆尽,至于这些精灵族人则通通被驱赶到了广场之上。 看着下面这密密麻麻的精灵,左侍欣喜若狂,似乎已经看到无数的财富在向自己招手了。 哈哈哈哈发了发了,左侍哈哈大笑,但这些精灵族可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抵抗。 就见在被族人簇拥着的中间,有一名头戴荆棘王冠的老年精灵。 他手持权杖,嘴里轻声刀念着晦涩难懂的精灵咒语。 墨地,就见他猛的一顿权杖,整个小世界都战斗起来,从灵正中的那棵精灵母树随即便疯狂地摆动起枝叉来。 一条条藤蔓画作巨人攻向天空中的左侍等人。 可左侍毫不畏惧,反而肆意狂笑道,老不死地还想阻止我们。 告诉你吧,今天就连你们这棵精灵母树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随着画音,有左侍的手下放出了之前被俘虏的那个巨人,并将其挡在了前面。 一见到这个巨人,精灵母树那本来疯狂的攻击便为之一致。 因为这个巨人跟精灵母树同出一人,都秉持未面一致而生。 所以当见到他后,这所有的攻击都为之一致。 左侍面显得一知色,他太了解这些精灵了,知道他们为了保护他人宁愿牺牲自己,所以这种挟持威逼的手段他用得十分纯熟。 可就在这时,被他们用以要挟的这只巨人悲鸣了一声。 左侍浑身一震,不好,他要自尽,快阻止他,可已经来不及了。 这只巨人直接破碎开来,化为了乌有。 第2882章撕破脸皮 刹时间,这些藤蔓所化的巨人便疯狂地朝左侍扑来。 猝不及防之下,哪怕是左侍也有些手忙脚乱,眼见他被迫地连连后退,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正在这时,全程沉默寡言的甲子戒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就见他一挥手,这些藤蔓所化的巨人便如遭雷疾一般,当场粉身碎骨。 不光如此,在化解了这一波攻击之后,甲子戒对着远处那棵精灵母树喝出了一个字。 风,这一字犹如天伦桂英,直接阵封住了这棵正在奋力摇摆树枝的精灵母树。 待做完这一切后,甲子戒方才回身冲左侍淡淡道, 左队长,这些精灵虽然已是瓮中之鳖,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左侍老脸一红,颇为尴尬地看着甲子戒,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毕竟刚刚确实是他出手救下的自己,所以尽管心中满事不服,左侍也只能认栽。 甲子戒却没有理会左侍的尴尬,只见他低头看向广场上的这些精灵, 以淡然而又不容置疑的语气言道。 这么多的精灵左队长你一个人也吃不下,不如让出一半来给我,你看如何。 左侍听得心头火起,在他的心目中,这些精灵早已是自己的盘中餐, 又岂能允许他人染指。 因此他冷笑一声道,甲兄,你刚刚施以援手,我左侍十分感激, 可你现在张嘴就要分一半,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甲子戒摇了摇头,我倒不觉得自己胃口大,毕竟没有那样东西的帮助, 这么多货物你也带不走吧。 听到这句话,左侍唯唯色辩,私存良久,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罢了,就当我偿还刚刚那一掌之恩了,三分之一,这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毕竟我也有手下,你总得让我的人也喝口汤吧。 成交,甲子戒这次答应得干脆利落,而他们两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肆无忌惮地讨论这些精灵的归属,言语间更是直接以货物二字称呼之。 这一行为深深刺激到了广场上的这些精灵们。 韦拉的牙齿都快咬碎了,身为王婷婷女, 她一直以自身所拥有的血脉以及精灵族人的身份而感到自豪。 在这个未念之中,他们精灵一族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再加上信喜和平的缘故,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 直到这些可恶的魔鬼从天而降,立即打破了这份宁静。 这些魔鬼不光拥有着恐怖的实力,还有着极为卑劣的性格, 服役接触精灵族便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后面为了避难,他们不得不顿入了精灵母术开辟出的小世界之中, 寄希望于能躲开这些魔鬼的追击。 可最终精灵族还是为此折损了众多精锐, 其中有许多更是被带走,就此要无音信。 这一切都被年幼的韦拉看在眼里, 尤其当他的一位老师因为掩护自己而身亡之后, 他对左侍等人的恨意达到了顶峰。 为此,他甚至不惜违背命令, 偷偷潜入主卫面之中, 就是想寻找到这些魔鬼降落的秘境, 然后将其封堵起来。 可巧就遇到了左侍等人到来, 而当看到那炳池卫面意志的巨人即将被击溃之时, 韦拉头脑一热,悍然出手, 结果便被左侍擒获。 若不是薛安及时出手相救, 现在的他早已成为左侍等人的战利品了。 而在见到薛安之后, 韦拉心中那本就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越发狂暴。 尤其薛安对他所讲述的计划更是令他目眩神迷。 因为这个好看得过分的人族少年居然要将这些可恨的魔鬼一网打尽。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韦拉是不太敢相信的。 毕竟他也不知道这个少年到底有多少实力, 可也不知道是被薛安身上那自然流露出的强大自信所感染, 还是因为他救下的那十名精灵女子的缘故。 韦拉最终决定相信薛安, 并按照他的计划开始实行。 可心中所想是心中所想, 现实是现实。 韦拉也不敢保证薛安的计划就一定能够成功。 可这次他已经堵上了整个族群的命运, 所以他只能耐心等待。 事实证明, 他的等待并没有白费, 因为就在佐世跟贾紫介刚刚商议完毕, 并准备瓜分广场上的这些精灵之时, 薛安便以施施然地走了过来。 等一下, 佐世豁然回头, 以冰冷的目光看着薛安。 怎么, 你还有什么事吗? 薛安淡淡一笑, 导演没什么事, 只是你们既然打算瓜分这些精灵, 那在此之前我想先挑选出合适的人选来。 佐世看向贾紫介, 实际上他早就已经受够了, 若不是之前他觉得薛安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的话, 估计早在外面就已经动手了。 毕竟李登峰说得明白, 让佐世见机行事, 尤其要打探出他身上那些密集的来源。 而现在眼见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这个家伙仅有的利用价值也随之烟消云散, 应该就是动手的时候了。 果然, 他这次没在贾紫介脸上看到任何的劝阻之色, 反而垂下了双眸, 似是默许了。 这下佐世心中大定, 然后便节节怪笑起来。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死到临头还全然不知, 甚至还打算挑选货物,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此言一出, 佐世的这些手下们便默不作声地分散开来, 将薛安隐隐围在了当中。 可预想中的慌乱并未发生, 相反, 佐世只在薛安的脸上看到了无限的沉静。 这与他眼中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形成了鲜明对比。 哦,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告诉你什么意思? 佐世冷喝道, 而伴随着这一句话, 他的手下们蜂拥而上, 朝着薛安便冲了过来。 实际上这些捕猎队的队员也早已恨透了薛安。 在他们看来这个卑鄙无耻又好色的家伙早就该死。 而这一幕自然也被广场上的精灵看到了。 维拉的心一下子便提到了嗓子眼, 毕竟这可是事关自己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 第2883章绞杀, 就连那位头戴荆棘王冠的精灵女王此刻也在全神贯注地仰头看着。 面对这些人的冲击, 薛安窥然不动, 只是轻笑一声。 原来是想动手啊, 想动手你只说啊, 何必这么拐弯抹角的呢? 话落, 薛安轻轻一踩虚空, 本来坚韧的空间瞬间变得好似柔软的绸缎一样开始晃动起来。 已然冲到近前, 举刀就要往下跺的这些捕猎队员们历时被这狂猛的力量甩飞出去。 这还没完, 不等他们落地, 一缕见光闪过, 轻轻松松地变革开了他们的喉咙, 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鲜血肆意喷洒, 染红了长空, 也染红了再长每一个精灵的眼睛。 维拉, 那手持权杖的女王突然说道, 奶奶, 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能拯救我们精灵一族的勇士吗? 是, 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丽萨姐姐她们也是如此。 什么, 丽萨也回来了吗? 没错, 而且也是被这位勇士所救, 精灵女王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之前维拉在开启时空之门的时候, 已经跟这位精灵女王进行了沟通, 因为精灵异族的种族天性, 所以她们可以跳过繁琐的语言, 直接以心灵进行沟通。 所以别看维拉在开启时空之门时只是闭幕了那么一会时间, 却已经将所有的计划都对她的奶奶和盘拖出。 对此精灵女王虽然同意了, 但若说心中没有丝毫疑虑那当然也不可能。 直到如今, 在亲眼目睹了薛安的实力以及得到亲孙女维拉的佐证后, 这精灵女王方才算是彻底幸福了, 与此同时的天空之上, 佐识的脸色却比那鲜血还要烟红。 这一半是因为震惊, 一半是因为恐惧, 震惊于这个貌不惊人的家伙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恐惧于她隐藏如此之深, 到底打算干什么? 但很快这些情绪又烟消云散了, 因为她想到身后可就站着假子戒呢。 这假子戒的实力她刚刚可是有切身体会的。 更何况即便她不行, 还有那样东西呢, 作为亲自持有过那件东西的人, 做是深知那件东西的恐怖威力。 甚至于她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几个人能战胜她。 这无异于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此她迅速地镇定下来, 冷笑道, 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这样的实力。 去安淡淡一笑,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 可你真的以为这就能如何了吗? 你太天真了, 因为没有人会是摆扇扑的对手, 任何想阻拦我们生意的人, 都将被消灭。 左侍说到最后已然是在怒吼了, 也不知是在为自己壮胆, 还是想说给身后的甲子戒听, 或者二者兼而又之。 但薛安的注意力根本就没在她身上, 反而一直在看远处站着的甲子戒。 恰是这种无视令左侍心中一喜, 居然敢在这个时候走神, 真是找死, 念及此处, 左侍犹如幽灵一般冲到薛安面前, 抬手便是一击。 左侍这一击真可谓是拼尽了全身之力, 真恨不得一掌就将薛安给拍倒在地。 可就凭她的实力, 哪里能是薛安的对手, 因此刚刚长至半途, 薛安一把便抓住了她的胳膊, 朝反方向一扭。 咯蹦一声, 左侍的这条胳膊直接被拧成了麻花形, 传来的骨骼爆裂声更是令人听了变为之亚酸。 左侍先是一愣, 旋即便在汹涌袭来的剧痛之下撕声惨叫起来。 啊啊啊啊甲兄救我, 但设想中的救援并未到来, 左侍的眼角余光贴到甲子界一直安安稳稳地站在远处, 不管自己怎么喊叫, 都连看自己一眼的意思都没有。 墨地, 左侍想到了什么, 一颗心瞬间如垛冰窖之中, 含梁彻骨。 可现实已经容不得她多想, 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 一双纤细修长却又无比稳定的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脖颈之上。 紧接着, 这双手便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绞杀。 不同于骨关节断裂时的鸽崩脆响, 脖子在被拧断的时候因为丰富的血管以及肌肉纤维, 所以十分坚韧, 这就导致了她被拧断的声音十分沉闷。 但就是这样一声闷响之后, 左侍就感觉自己眼前迅速发黑, 然后便逐渐沉入了无底的黑暗之中。 在临死之前, 她最后一个念头不是怨恨薛安, 反而对见死不救的甲子戒充满了恨意。 因为她明白, 最后甲子戒所表现出的冷漠全都是故意的。 在轻松绞杀掉左侍之后, 薛安松开手, 左侍的尸体直线坠落, 最终砸在广场的角落之中激起一片烟尘。 但正如甲子戒一般, 薛安的注意力完全没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身上。 她只是静静看着远处的甲子戒, 突然轻叹一声。 如果这个左侍早就知道你打算害死她, 也不知道她还敢不敢踏入这片空间。 甲子戒笑了笑, 彼此彼此, 她最终不还是死在你的手上吗? 那不一样, 毕竟在这片小世界之中, 哪怕是无孔不入的摆扇铺都无法监视于你, 所以若是我不在的话, 你可能连跟她废话都不废话, 直接就要了她的命了, 对吗? 你很聪明, 所以我实在很好奇, 如你这样聪明的人为何要费尽心机, 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哪怕入墨自己的名声也要混入摆扇铺之中。 呵呵, 你觉得为什么? 之前我不了解, 但现在我明白了, 为什么, 你也是为那件东西而来, 对吗? 甲子戒淡淡道, 却安并无任何隐瞒, 直接点了点头, 是, 因为这并不怎么难猜, 甲子戒的脸上现出一抹饥讽之色, 所以我说这个佐世是死有余辜, 之前他通过手段掌管了这件东西一段时间, 可没想到他居然会用这么宝贵的东西去捕猎货物, 甚至还留下了痕迹,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所以你就想杀了他, 却安淡淡道, 没错, 因为那高贵的东西只有我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拥有, 左侍这种猪狗如何配得到他? 第2884章演出法随, 言及此处, 甲子戒的脸上满是激动的潮红, 却安微微一皱眉, 因为他从甲子戒身上看到了一种难言的疯狂, 这种神情他只在偏执狂的脸上见过, 果然, 不等薛安询问, 甲子戒便叙叙叨叨地往下说道, 大东西的力量乃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无人可以匹敌的存在, 可笑这摆扇铺居然只用这种伪劣来以作捕猎之用, 真是持今晚要饭, 可笑至极, 你说对吗, 薛安笑了笑, 好像是这样, 不是好像, 而是就是, 随着讲述, 甲子戒的语气越发疯狂, 伴随着他的话音, 外泄的灵力扰动的整个小世界都为之不安, 广场上的精灵们一阵骚动, 许多精灵更是面线恐惧之色, 因为他们从这甲子戒的身上感受到了莫可名状的恐怖之威, 唯独薛安依然神情清朗, 那你觉得这威力真的属于你吗? 这句话直出甲子戒的内心, 他的反应堪称激烈, 为什么不属于? 为什么属于? 我本就是这威力之主, 只有我才能驾驭他, 其他人都无法掌控。 说到最后, 甲子戒的身上灵气之威犹如惊涛骇浪一般起伏不定。 不光如此, 就见甲子戒上前一步, 单手指向薛安。 涅, 一字而下, 一股恐怖的威压直接降临于薛安的头顶, 试图将其彻底抹杀。 这种力量并非灵气, 甚至不属于世俗理解范畴内的任何力量。 薛安心众一领, 言出法随, 哈哈哈哈哈哈, 看起来你也不是全无半点见识麻。 没错, 这正是言出法随, 你就乖乖受死吧。 甲子戒笑得肆意而张狂, 俨然当薛安是个死人一样。 这也不奇怪, 因为自从甲子戒掌握这股力量开始, 就没有任何人能逃脱地掉这股力量。 因此甲子戒才深深地迷恋其中, 无法自拔。 可就在他置得意满之时, 却见薛安冷然一笑, 完全不受这股炎出法随的力量影响。 确实是很厉害的力量, 可惜, 对我根本无用。 随着话音, 薛安犹如离弦之剑扳直冲而起, 朝着天空中的甲子戒便冲了过去。 甲子戒虽惊不乱, 手腕一翻, 手心中便献出了一块古镜碎片。 正是轩辕镜的碎片, 听我号令, 灭杀一切来犯之敌, 这不同于刚刚的一字灭杀, 已经是极为正式的请求了。 因此甲子戒的话音刚落, 就见恐怖的灵气威压犹如滚滚潮水般朝薛安袭来。 所过之处, 连空间似乎都被碾平了一样, 声势颇为惊人。 维拉看得眼皮狂跳, 实际上不光是他, 凡是知道内情的精灵此刻都无比关注战场的局势。 谁都知道这个白衣少年承载着整个精灵族群的希望。 万一他要是败了, 那整个精灵一族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可哪怕是这些精灵们都没想到, 面对这滚滚而来的威压, 薛安的应对之策居然如此简单。 就见他连速度都没有减缓, 直接冲过了这层层威压, 出现在了甲子戒面前。 甲子戒做梦也没想到薛安居然如此霸道, 所以当薛安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忍不住张大嘴巴, 撕声力吼道。 这怎么可能? 薛安冷冷一笑, 怎么不可能? 说着, 就见薛安献出了自己所掌握的轩缘镜碎片。 这碎片一出, 立即对甲子戒手中的碎片形成了强烈吸引。 毕竟经历了几次融合, 薛安所掌管的轩缘镜碎片要大许多。 所以哪怕甲子戒手中的这块碎片极力挣扎, 依然逃脱不了他被吞噬的命运。 白光一闪, 甲子戒手中的碎片叶已消失不见, 而薛安手中的轩缘镜碎片则随之变大了。 甲子戒目瞪口呆地看着, 要知道他身为百扇铺的二号人物, 其影响力甚至比前台大掌柜韩宝还要大。 但若是追根究底的话, 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对这块轩缘镜碎片的掌控。 这块碎片乃是百扇铺在偶然的情况下所得, 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只是后面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百扇铺的人方才发现这碎片居然有着珠般妙用。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 百扇铺只是利用了这块轩缘镜碎片一小部分的力量。 直到到了甲子戒的手中, 这才算是发挥到了极致。 甲子戒也因此成为了百扇铺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也正是他之前的底气所在,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在面对薛安时通通话为了泡影。 你, 你, 甲子戒你了半天, 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你什么你, 还是乖乖去死吧。 说着, 薛安冷冷喝出一字, 杀, 在融合了刚刚那块碎片之后, 薛安手中的轩缘镜已经有半块之多, 相辅相成之下, 其言出法随的力量何止增强了一倍。 因此当薛安这一杀字出口之后, 甲子戒连横都没横一生, 直接伸手一处。 不仅如此, 他身上的所有肌肤血液同时被剥离, 只留下了一具白森森的骨架, 可谓死的不能再死。 权长死一般的静默, 谁都没想到刚刚还耀武扬威的甲子戒就这样身允。 但仅仅片刻之后, 广场上的这些精灵们便喧哗起来。 因为当甲子戒死后也就意味着百善铺的捕猎队夜以全军覆没。 这对于跟捕猎队有着血海深仇的精灵一族来说, 简直就是最好的喜讯。 薛安却没有多少喜悦之色, 毕竟哪怕不靠这轩辕镜碎片, 他也可以急杀甲子戒等人。 他此刻所想的唯有一点, 那就是这块轩辕镜碎片是否就是自己之前所感受到的那块。 果然, 在细细感受了一番后, 薛安终于确认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这摆扇铺显然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得到的这块轩辕镜碎片, 所以并未揭开其中的秘密。 也因此最开始的时候这轩辕镜碎片是被埋没的, 以至于落入了左侍这种货色的手里。 直到甲子戒察觉到其中的异样, 并加以利用起来后, 这块轩辕镜碎片的力量方才得已施展。 其实薛安完全是沾了之前这些轩辕镜碎片的光。 第2885章 即便一切虚妄, 你也是那唯一的真实。 若是没有这些碎片的强力压制, 单靠他自己的话, 首先的破掉这块碎片的沿出法随之力。 说到这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些碎片的力量, 从最开始云林薛手中的这块碎片开始, 每一块的力量都有所不同。 但若是杀伤力最强, 威力最盛的环要属现在这块。 毕竟言出法随乃是近乎不可解的规则之力。 这点从刚刚薛安一字灭杀甲子戒便可看得出来。 薛安暗自私存良久, 最终方才收敛心思, 落于广场之上。 此失败善铺的人已经被扫荡一空, 除了跟随在薛安身后的书境楚外, 已经在无他人。 因此这些精灵们并无多少慌乱, 反而满脸好奇地打量着薛安。 此时的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得知了之前的计划, 因此对薛安并无多少隔阂。 反而因为他的行为, 引来了诸多或感激或好奇的目光。 正在这时, 就见维拉分开人群来至了薛安面前, 然后郑重其事地施以大礼。 赌谢大人拯救我族群于水火之中, 薛安淡淡一笑, 客气了, 不过是顺手施为罢了, 谈何谢字。 尽管他这么说, 维拉的尊敬和感激却没有丝毫减退。 而且不光是他, 其他的精灵族人这时候也明白过来, 知道薛安刚刚帮了整个精灵族一个大忙, 因此纷纷失礼。 薛安对此只是笑了笑, 并未有过多的表示。 反倒是舒静楚有些紧张, 因为他还是第一次接受这么正式的感谢, 因为他一直跟随在薛安身边的缘故, 导致精灵族人都认为他乃是薛安的侍女随从, 所以对他意识直理甚功。 这让舒静楚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很快他的窘境便得到了缓解, 因为就在这时, 那位精灵女王分开人群来至了他们二人面前。 伟大的勇士, 首先我代表整个精灵族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若是您不嫌弃的话, 还请随我到王庭一续。 对于这个白发苍苍的精灵女王, 哪怕是薛安都要给予足够的尊敬, 因此汉手言道。 荣幸之至, 而后他们二人便跟随着这位手持权杖的精灵女王的脚步来至了位于精灵母树之下的王庭所在。 说是王庭, 其实就是母树躯干上的一个空洞, 当进入其中之后, 那充沛的木系灵气令人心旷神怡。 薛安却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十分冷静地看着这位精灵女王, 等待着她的话语。 果然, 就见这位精灵女王几乎没有耽搁, 很是自然的言道。 这位伟大的勇士, 您与我精灵一族有此大恩, 但不知有何要求呢?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我之前对丽莎还有维拉说过, 我跟你们精灵一族有很深的渊源,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之时我自然要出手相助, 至于要求, 我真的没有想过。 其实这些话维拉都对这位精灵女王说过, 但她必须要做出这个表态, 否则便是极大的失礼。 至少对精灵一族来说是这样, 而在听完薛安的话后, 这位精灵女王点了点头, 然后便对薛安言道, 伟大的勇士, 你似乎对那块碎片十分在意。 薛安心仲一领, 知道关键的时候到了, 因此立即点头道, 是的, 因为这东西对我十分重要, 难道你们见过吗? 精灵女王摇了摇头, 我们并未见过这件东西, 但我们族中曾经有一位先知预言过这件东西的存在。 哦, 什么预言, 薛安立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那还是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族中的大贤者曾经得到了母神大人的亲身启示, 告诉他在不远的未来族群将面临一场大劫, 而后将由伟大的勇士降临结束这一切。 这位伟大的勇士手持一件可怕的武器, 其威力之大甚至能够终结诸天万戒。 当时我在得到这个预言的时候还不太在意,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注定。 这位精灵女王的话看似寻常, 却在薛安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他墨地想起了书净楚曾经对他讲述过的话。 他说自己本来只是一个未免中的普通女生, 结果在机缘巧合之下被一名不知身份来历的少年送进了光明宫之中。 当时薛安就在想这个少年的来历, 甚至怀疑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是否只是某些存在随手安排下的情节。 但这个猜测实在太过惊人, 因此薛安从不曾对任何人舒起过。 直到这次, 这位精灵女王的话又一次将薛安推向了那可怕的境地。 若是早在很久之前就有神灵预言自己将来至此处。 那么自己之前所经历的一切又算什么, 被某些不可知的存在安排下的剧本麻。 这些思极恐的事实令薛安的面色越发凝重, 并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 要知道从踏入修行之路以来, 薛安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从未对任何人或是感到惧怕。 打怕直面不可知的邪恶之时, 薛安都不曾有丝毫退缩。 可在今天, 薛安突然感到了心中冒起的丝丝凉气。 若是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剧本, 那自己是什么? 他人笔下的可怜虫麻, 似乎是因为薛安那凝重的面色, 所以这精灵女王都不禁住了嘴。 直到两久之后, 这精灵女王方才悠悠道, 伟大的勇士, 您似乎陷入了迷茫之中。 薛安深吸一口气, 是的, 我现在确实有些迷茫。 我理解您的感受, 是不是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暗中注定, 再无任何趣味? 是, 薛安艰难达到, 大可不必如此, 因为母神大人说得明白, 他所看到的其实只是无数命运之流中的一条小溪而已, 有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 也有可能根本不会有您的出现。 哪怕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暗中左右一切, 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命运虽然注定, 可自身的意志却决定了一切。 这番话令薛安如遭雷疾一般, 站在原地茉莉了两久, 最终方才点了点头。 受教了, 尊敬的母神, 似乎是早就料到薛安会看穿自己的身份, 这精灵女王呵呵一笑。 伟大的勇士, 我无法看透你的命运之路, 所以你大可放心大胆地走下去, 哪怕这个世界真是被精心安排的剧本, 你也会是那最出人意料的变数。 第2886章 不尽女色 正当薛安跟精灵女王在王庭之中说话之时, 众多精灵团团围住舒静楚, 脸上满是无辜跟好奇的神色。 此时的舒静楚自然不必在遮掩形藏, 因此露出的乃是本来面目。 可当看到他那圆润而非尖尖的耳朵后, 这些精灵们的目光不由变得越发好奇起来。 毕竟对于在场的这些精灵来说,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外来者。 甚至要不是佐世等人强行闯入这的位面, 他们甚至都不会知道外面还有其他的世界。 舒静楚被这些目光盯得头皮有些发麻。 虽然这些目光都很单纯, 不掺杂一丝一毫的恶意。 可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绝非什么美好的感受。 舒静楚就觉得自己的设恐症都要犯了。 幸好就在何时薛安走出了王亭, 一见到他, 舒静楚就犹如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赶忙跑了过来。 怎么样, 这位女王没说别的吧? 舒静楚压低了声音问道, 薛安微微一笑, 你觉得能说什么? 我觉得他没准看上你了, 准备留你做女婿了。 你还别说, 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不过不是为他, 而是为了他的孙女维拉。 就那个小罗莉, 没错, 你怎么答复的, 我自然是拒绝了,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是那种人。 且, 舒静楚催了一口, 但心中却对薛安的话深以为然。 因为他发现这个白衣少年好像真的不尽女色, 这点从他对自己的态度上便可看得出来。 连自己这样天资国色的大美女他都不动心, 更遑论是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小罗莉呢。 与此同时, 那精灵女王也出现在了广场之上。 伟大的勇士, 为了感谢您对我们族群的救命之恩, 同时也为庆祝消灭掉了恶魔, 我们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 款待于您, 请您务必参加。 精灵女王十分真诚地邀请到, 而听到她的这番话, 在场这些精灵们亦是面线雀跃之色。 精灵一族本来就是喜好热闹的族群, 这些精灵们自然也不例外。 以往他们经常为一点小事便欢宴中宵, 但这段时间因为左侍等人的出现, 他们也只得老老实实地躲藏在小世界之中, 不敢再举办什么欢宴。 但现在威胁已经消除, 所以这些精灵们早已蠢蠢欲动。 尤其在听到女王大人的话后, 更是全都用期盼的目光看向薛安。 对此薛安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摇了摇头, 感谢就不必了, 毕竟这只是我分类的事而已。 那怎么可以, 您作为我精灵一族的恩人还有朋友, 我们自然要感谢于您。 这次不等精灵女王说话, 薛拉便抢先言道。 薛安看了她一眼, 然后笑着言道, 公主殿下的心意我领了。 但这次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左侍等人虽然死了, 但罪魁祸首的摆扇铺却还存在。 若想你们这片天地重归安静, 再无人侵扰, 必须从根上解决问题。 什么意思, 薛拉有些没听明白, 薛安笑了笑, 目中闪过了一抹凛然杀意。 很简单, 那就是将作为罪魁祸首的摆扇铺连根拔除, 这样方才能够永绝后患。 闻听此言, 薛拉心中一领, 刚想再说什么, 却见薛安毫不犹豫地转身而去。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眼下诸事繁杂, 请恕我不能久后了。 言罢, 薛安便带着书进楚镜子离去了。 看着她离去的方向, 薛拉有些发呆。 正在这时, 精灵女王来自她的身旁, 心声道, 真是个英雄啊。 薛拉低下了头, 薛拉, 嗯, 奶奶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但你要记住, 有些人天生就是主角, 这种人是注定不可能被区区一方小天地束缚住的, 你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目送于她, 而不是试图去接近或者了解她。 因为这样的人, 是你所无法契及的。 薛拉垂下眼眸, 厂长的睫毛遮住了所有的情绪, 以滴滴的声音应道, 是, 薛拉明白了。 与此同时, 书进楚跟随着薛安踏上了返回的路途。 回去的路跟来时一样繁琐, 这里就不再赘述。 不过书进楚却是几次的欲言又止, 最终薛安做完了最后的准备, 然后抬头也不抬得淡淡道, 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 你真的打算就这么回去, 薛安唯唯一扬眉, 不然你以为呢? 我以为你至少要参加完今晚的晚宴啊。 怎么, 你想参加, 那倒不是, 不过你们男人难道不是最喜欢这种情况吗? 毕竟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 全场就你一个男的, 何等快活。 薛安抬起头来看了书进楚一眼, 你怎么知道那会很快活? 我, 我是这么猜测的, 难道不是吗? 薛安低下头, 开始做返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然后方才淡淡道, 当然不是, 你以为我喜欢跟这些脑袋单纯的跟一张白纸的女人打交道吗? 单纯不好吗? 单纯当然好, 可若是半点事事也不安, 只是一味地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那这样的单纯就有些值得深思了。 说着, 薛安回头看了下极远处的森林, 那里此刻已经燃起篝火, 隐隐间可以听到弹奏乐器的声音传来。 其实以前的精灵也是诸天万族中的一大族, 可现如今他们却逐渐是为, 甚至沦为了许多强者眼中的玩物,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是将不安事事的天真当成难能可贵的品质, 却永远不去想这个世界有多么危险。 舒静楚被薛安的这番话给触动到了, 私存良久之后, 他才点了点头。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 那你为何还要出手帮他们呢? 我之前说过, 我跟他们精灵一族有些渊源, 出手帮他们也算是出于朋友之意吧。 而且世间的善良本就不多, 哪怕这善良的真相是如此的残忍, 甚至带着天真的雀末, 我也不能做事不管, 任由他被人摧毁掉。 所谓见其声不忍见其声, 便是为此。 第2887章 他让我割掉我就割掉割。 舒静楚听得似懂非懂, 最终忍不住问道, 那你真的打算去消灭掉百善铺吗? 当然, 实际上从薛安第一眼看到百善铺外的那两个铁笼子时, 薛安就已经对百善铺动了必杀之心。 他虽然对精灵一族的处境有些怒其不争, 可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忍受最基本的良知底线被肆意践踏。 单凭将具足灵性的智慧生命当作货物这一点, 百善铺就百死莫属。 舒静楚还想问些什么, 可当他看到薛安目中的决然之色后, 不禁乖乖闭上了嘴巴。 很快, 他们踏上了返回之路, 而与此同时的百善铺之中, 李登峰也有些心神不住, 坐立不安。 实际上这种状态在捕猎队刚刚出发没多久就开始了, 就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被遗忘了一样, 这令他如作针毡, 哪怕平时最爱喝的灵茶也无心下咽了。 韩宝呢,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一旁的手下, 韩掌柜说今天他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去做, 所以告了葛家, 并未前来。 李登峰皱起眉头, 这个韩宝搞什么鬼? 但玄吉他便将这些念头抛诸脑后, 问道, 现在什么时辰了? 回老爷子, 已经快傍晚了, 快傍晚了啊, 李登峰站起身来走至中庭的狼窗前。 外面是暗沉沉的天色, 不过百善铺早已燃起烛火, 因此并不显得阴暗。 李登峰心中焦躁, 此时距离捕猎队出发已经过去了几个时辰。 因为各个未免时间流速的不同, 所以这几个时辰也算是一段横涨的时间了。 若是哥在以往, 捕猎队应该早就已经回来报到了。 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迟迟没有阴性呢? 莫非是出什么事了? 这个念头令李登峰心中一惊, 旋即又摇了摇头将这丝顾虑打消。 因为在他看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这次出发的人可都是百善铺的精锐, 身为队长的佐世更是经验丰富, 所以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 唯一的变数应该就在这个临时加进去的薛安身上。 毕竟对于这个薛安的身份李登峰也一直持怀疑态度, 可李登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特意派甲子戒亲自前往跟随。 这甲子戒乃是他的绝对心腹, 实力堪称惊人。 尤其他这次出去手中还拿着那件东西, 更可谓是万无一失。 所以想到这, 李登峰不禁暗笑自己实在有些太过紧张了, 乃至于精神都有些过敏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 百善铺的侧院之中突然传来一声淒厉至极的惨嚎。 李登峰一愣, 立即问道, 怎么回事? 是哪里发出来的惨叫? 他的手下随即冲了出去, 片刻之后方才回来禀报。 回老爷子, 听声音似乎来自韩掌柜所居住的侧院。 韩宝, 这个家伙在搞什么鬼? 李登峰紧锁双眉, 有些生气, 都这时候了这个家伙不说帮忙, 反而一个劲得添乱。 走, 去看看, 从中停去侧院并不需要走太远的距离, 尤其在李登峰的矫程之下, 紧紧片刻便来至了侧院之中。 院中站着几名瑟瑟发抖的小丫鬟, 见到李登峰到来后这些人更是扑通一下便跪倒在地。 怎么回事? 回, 回老爷子,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韩掌柜将我们从屋里赶了出来, 说是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于是我们便在这等候, 结果没过多久就听到李面传来了韩掌柜的惨叫。 你们也没去看看李面的情况吗? 李登峰立声问道, 这些人面面相许, 没有韩宝的命令, 他们谁敢善做主张啊? 因此全都低下了头, 见此情景李登峰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立即来这房门之前, 一脚蹬出, 准备踹开房门。 可出人意料的是这一脚居然没能奈何得了这房门。 房门关得死死的, 立在原地文撕不动。 李登峰这下可真有些挂不住了, 搞什么鬼, 居然以密法封门, 说着, 李登峰一掌拍出, 轰, 这一掌正拍在这房门之上, 只见房门之上先是泛起了屡屡光滑, 试图跟这一掌进行对抗。 可仅仅片刻之后, 这些光滑便细结粉碎, 然后房门直接化为积粉。 李登峰外部走入其中, 然后便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 就见韩宝面色死白地躺在地上, 胯下鲜血奔涌而出, 将房间的地面都给染红了。 这, 这, 李登峰目瞪口呆, 情不自禁地往前迈出几步, 想要查看韩宝的情况。 正在这时, 他就觉得脚下一软, 等低头一看, 地上赫然是一滩黄白之物, 正散发着刺鼻的恶臭, 令人仅仅只是看上一眼便恶心欲呕。 李登峰先是一愣, 旋即便如同安了弹簧一样, 往后弹跳出了老远, 同时脚下用力蹭着地面, 似乎想将刚刚那柔软而恶心的感觉给蹭掉一样。 而与此同时的韩宝也突然清醒过来, 然后如丧烤笔一样扑向李登峰脚下。 老爷子救命啊, 老爷子嗚嗚嗚嗚嗚嗚我被人给坑了。 李登峰一皱眉, 想要挣脱开来却发现韩宝死死抱住自己的腿, 说什么也不肯放手。 无奈之下李登峰只好捏着鼻子言道, 到底怎么回事? 别哭了, 韩宝被喝得哭声一致, 然后便抽抽哒哒地讲述起经过来。 原来韩宝当初被薛安所表现出的实力给迷惑住了, 因此心心念念地想要找到解决自己那难言之隐的办法。 而薛安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居然真的告诉了他一个办法。 只是这个办法, 就有点血腥了, 听到这, 李登峰有些恶然地问道, 所以呢? 李真照他说的做了, 韩宝颓然点头, 他说不破不立, 因此我一时糊涂, 就照他说的做了。 李登峰一时无语, 没了, 永远地没了, 以前虽然也不中用, 但至少是个念想, 现在可倒好, 连这最后的念想都没有了。 呜呜呜呜呜呜, 我的命好苦啊。 韩宝喃喃自语, 有再次崩溃的征兆, 第2888章死到有不死频道, 李登峰有些害怕这个韩宝再真被刺激疯了。 毕竟没有几个男人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 因此他虽然恶心欲偶, 却还是强行忍着 装出一副温和姿态 小声安慰着韩宝 好了好了别哭了 事情总归是有解决办法的 断了就断了吧 日后想办法接上也就是了 这 这还能接上吗 韩宝仰起头来满脸稀奇地看着李登峰 李登峰有那么一刹那的游移 应应该可以吧 要知道这世间灵丹庙要虽多 但韩宝的情况过于特殊 若想补足他缺失的那点非天才地宝所不能够 而这种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李登峰就算想温言安慰也无法睁眼说瞎话 刹时间 韩宝眼中最后的一点光也熄灭了 只见他失魂落魄的跌作于地 时哭时笑 嘴里喃喃自语 没救了 看来我真的没救了 呵呵呵呵呵都怪那个混蛋 要不是他我也不能落入这般境地 我要弄死他 说到最后 韩宝的脸上满是刻骨恨意 然后从地上一跃而起 也不管身下那依然在滴滴答答淌血的伤势了 壮若疯狂地便往外跑去 可还没等他冲出房门呢 就听得前院传来一声巨响 旋即便有人凄厉地嚎叫起来 不好啦 有人打进来啦 听得死言 李登峰浑身巨震 立即抢在韩宝之前冲出了房间 而后所见的一幕令李登峰通体冰凉 极不能立 就见前院已然冒起了熊熊烈焰 无情的火蛇正在以及快的速度往中停蔓延 紧紧眨眼间 李登峰便感到有卓人的热浪扑面而来 虽然说幽名鬼是乃是虚幻 可因为建造他的人本领通天 所以这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极尽真实 所以如摆扇铺这等规模的商铺 业已整体搬入其中 时间久了 李登峰甚至都已经忘记自己是生活在一片虚幻中的了 可当今天这烈火来袭之时 李登峰却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因此大声利吼道 都不要慌乱 若是火焰来袭就强制下限 可他的话音刚落 一道火蛇直扑而来 瞬间卷走了促明正在疯狂奔跑的摆扇铺店员 李登峰看得真切 这些手下在被吞噬之前身形已然开始转弹 那是即将下限的征兆 可在这火焰面前这一过程却被强行打断了 以至于这些人在被火蛇卷走的时候 不禁发出了绝望至极的凄厉惨豪 不 我不想死 可很快这些惨叫声便戛然而止 只剩下油脂与骨头被高温烤爆的声响 李登峰的眼皮开始狂跳 如果说之前的他能够勉强保持镇定 是因为大不了就强行下限 那现在的他已经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就是自己即便想要下限估计都不能够了 而且刚刚那些手下的惨状也清楚地告诉李登峰 若是稍有不慎的话 死的不光是在幽冥鬼市中的精神体 连自己的本体估计都难逃厄运 不得不说这个李登峰能执掌摆扇铺这么多年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便厘清了一切利害关系 但这并不能够改变半点现实 因为就在这时熊熊烈焰已成何为之事 看着自己半生的心血在烈焰下崩溃 李登峰的眼珠子都红了 嘶声力吼道 谁到底是谁在背后搞我 那喊声暂时盖过了火焰的威势 而后就听火焰深处传来一个淡然的声音 李书错了我可不是在背后搞你 而是要当着你的面杀你 随着话音一道身影自火焰之中走出 虽然烈焰飞腾 可这身影依然白衣圣雪 在火光映沉之下意义生辉 令人目眩神迷 正是一名宛若神明般的如玉少年 这少年府一出现立即压制的 这本来熊熊燃烧的火焰为之低头 李登峰张考结舌 你你是可还没等他说完 不知何时来至李登峰身后的韩宝便已咬牙切齿地吼道 是他 就是他害我成的公公 我跟你拼了 李登峰的心里咯噔一下 终于知道之前那股莫名的熟悉感是怎么回事了 这分明就是之前卫装成双修高手的那个神秘人啊 可他现在不是应该跟随着佐世 还有甲子介等人去那低等位面狩猎吗 而且如果按照自己的吩咐的话 那他现在更是已经束手背擒 成为阶下囚了啊 李登峰知道坏了 可韩宝却不管那许多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已经失去的宝贝身上 除此之外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逻辑可言 所以当他看到薛安之后 立即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想要一雪前耻 这次李登峰没有阻拦 因为他也想知道这个露出本来面目的少年到底有什么实力 正好这个韩宝可以做试金石 所谓死到有不死平到 这韩宝虽然平时为人不错 对自己也算恭敬 但只此生死存亡之际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可很快他的如意算盘就落了空 因为薛安并未如他所想的那样动手解决韩宝 反而轻笑了一声 话可要说清楚 什么叫我害你成了公公 话落 薛安身后的火焰便分出了屡屡火线 如同丝线一般捆住了韩宝的手脚 将其悬在了半空之中 仅此一手便令李登峰心头直冒凉气 要知道这些火焰温度极高 即便相隔很远一段距离依然炙烤的人面皮生疼 可如此爆裂难寻的火焰 到了这个少年手中却温顺得好似绵羊一般 除非出几缕火线就分出几缕火线 不光如此 这些火线还如真的丝线一样牢牢捆扶住了韩宝 整个过程他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这得多么可怕的火焰控制力啊 正当李登峰案子心惊之时 韩宝却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癫狂之中 你把我给放开 李这个混蛋 就是你害我成的公公 不然我的宝贝哪去了 呜呜呜 最后的话突然变得模糊不清 因为一缕火焰夜已穿透了他的腮帮子 就好似穿鱼一样将他后面的话全给堵了回去 第2889章博命 而后便见薛安轻描淡写的言道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当时你一再哀求于我 让我赐给你一个秘方 我看你实在可怜于世才大发慈悲地给了你一个 结果你可倒好 不但不知感恩 反而将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 李珍以为我是好欺负的麻 话落 这些火线猛地收紧 韩宝的手腕脚腕立即躺下了鲜血 剧痛促使着他清醒过来 然后便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哆嗦成衣团地看着薛安 现在的他可谓悔恨不及 诚然自己的宝贝确实没有了 但那东西在自己身上本来就没啥大用 所以没了也就没了吧 但自己的小命要是完蛋 那才叫吹灯拔辣 一了百了 吃安很满意韩宝现在的态度 因此淡淡道 很好 看来你已经清醒了许多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想明白了 那就点点头 韩宝立即开始疯狂地点头 吃安一挥手 刺穿他腮帮子的火线就此消散 韩宝不顾脸上那血淋淋的伤势 立即言道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刚刚晓得我是一时糊涂 言语冲撞了您 求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杀我啊 怎么 不觉得是我让你变成的公公了 薛安似笑非笑道 韩宝吓得腿肚子都要转睛了 忙不迭地言道 怎么会 那都是我旧游自取 哪里能愿得着大人您啊 说到最后 韩宝的脸上挂满了卑微的笑容 见此情景 本来打算让韩宝替自己试试薛安到底有几斤几两的李登峰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个家伙 刚才还一副咬牙切齿 打算跟人同归于尽的嘴脸 结果一转眼就卑躬屈膝 谢妹求生了 可不得不承认韩宝确实见机得快 至少在听到他的话后 薛安淡淡一笑 很好 看来你还是比较是食物的麻 是是是 小得一向如此 那我问你 摆扇铺靠贩卖人口为生 这件事你参与多久了 韩宝一愣 他做梦也没想到薛安会问起这个 但很快他便冷静下来 同时大脑开始高速运转 显而易见 这个少年问这个问题的用意绝不会那么简单 而自己的回答也将关乎自己是生是死 嗯 薛安唯唯一扬眉 韩宝立即做出决定 陈生言道 大人 这件事从我进入百善铺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参与了 这番话不光出乎了薛安的意料 连地上站着的李登峰都不禁瞪大了眼睛 韩宝却没管这些 继续往下说道 但有件事我需要告诉大人您 虽然我参与这件事很早 但有一点可以保证 那就是我从未加害过任何一个女子 薛安点了点头 这点我倒是可以相信 毕竟你就是想要加害也做不到啊 扑斥一声 站在火焰中的书竟除忍不住笑出了声 因为薛安说的这句话实在是太损了 韩宝却如蒙大蛇一般 连忙点头道 没错没错大人您说的简直太对了 这么多年来我只是遵照李登峰的吩咐 经营着这座百善铺 从无任何语举之处 哦这么说来你就是半点责任都没有了 薛安淡淡道 韩宝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我不但有罪 而且罪该万死 毕竟我虽然是遵照的李登峰的命令 但具体的实施者还是我 但凭这一点我就难辞其咎 说完之后 韩宝看向薛安 我只是将自己所做过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给您而已 薛安没有吭声 只是静静地看着韩宝 烈焰在他身后沸腾 犹如为他披上了一层保甲一样 韩宝的心跳加速 嘴唇发干 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薛安宣判自己的命运 墨地 就见薛安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冷然的笑意 李确实很聪明 聪明到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而且勇气也不错 能为求活命而不一把 此言一出 韩宝就觉得自己心中一松 玄节后被便请出了冷汗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过关了 至少自己现在暂时是死不了了 至于后面如何 那就要等以后了 多谢大人 晓得我所言句句属实 韩宝说道 眼神是前所未有的真诚 薛安呵呵一笑 然后低头看向李登峰 刚刚薛安问韩宝话之时 这李登峰也没闲着 而是四处奔走 试图穿过火焰屏障 但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不管他怎么尝试 这火焰屏障都坚不可摧 当然 李登峰也尝试着强制下线 可直到这时他才惊恐地发现 自己连下线的权力都没有了 说白了 他被牢牢困在了这个小院之中 哪里都去不了 因此当薛安看向他的时候 李登峰腿一软 险些跌倒在地 但尽管如此 他依然紧咬牙关 并无张嘴求饶的意思 实际上他也知道自己求饶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跟属于纵犯的韩宝不同 自己身为摆扇铺的缔造者 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干脆就站在原地 等候命运的发落 薛安却也没有急于杀他 而是掏出那块轩辕 净碎片 废话不多说 这东西你是怎么的来的 痛痛快快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这火焰吞噬的可不光是人的肉体 还能将人的灵魂也给吞噬 并日日折磨 永无中奇 听到薛安的话 韩宝微微色变 但很快便冷笑起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有什么招数那就全都使出来吧 我无话可说 薛安也没客气 信手一指 一道火焰立即将李登峰拽入了火海之中 然后就听刚刚还十分硬气的李登峰 开始凄厉的惨好起来 啊啊啊啊 你有本事杀了我 你这个混蛋 我死都不会说的 好啊 那你就去死吧 薛安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动手失为 因为对于这个靠贩卖人口起家 双手沾满无辜女子鲜血的筷子手而言 任何的怜悯都是对那些无辜死难者的莫大亵渎 第2890章给他个痛快 骨骼在火焰的炙烤之下会先湿水变脆 然后逐渐碳化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 因为你的忍受难以想象的剧痛 而且细胞的缺水还会让你干渴万分 可你无法张嘴呼吸 因为一旦张开嘴巴 高温气体便会趁虚而入 灼伤你的气道和肺腑 关键也不知道是薛安故意还是怎样 这个过程被拉得极其漫长 于是李登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一点点考熟 这堪称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 李登峰本以为自己能坚真不屈地撑到最后的 毕竟以前他在折磨其他人的时候 可是连眼都不眨一下的 可他严重高估了自己 实际上仅仅只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坚持不住了 本来气势汹汹的漫马先是变成了痛苦的身影 然后又化作歇斯底里的好叫 最终才化作一声高过一声的求饶 我错了 大人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给我个痛快吧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火焰随之退后 一丝丝清凉的气息令李登峰舒服的只想痛哭一场 他终于发现 原来痛痛快快的呼吸是这么爽的一件事 这碎片是你从哪里的来的 薛安手持轩辕竟问道 是我在一个偶然情况下收来的 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本打算拍卖的 唯有我看出他乃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因此便直接截留了下来 其实薛安对此早有猜测 毕竟摆扇铺就是靠拍卖起家 这玩意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收来的 而从李登峰口中得到证实后 薛安点了点头 李登峰打亮着薛安的神色 小心翼翼言道 大人您是否在寻找这件东西 那您就将这件事交给我吧 只要您不杀我 我一定帮您全力搜寻此物 怎么搜寻 薛安问道 李登峰好似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立即言道 当然是借助摆扇铺的力量 毕竟我乃是摆扇铺的主人 在这幽冥鬼市之中也算有一号 只要我出面的话定能有所斩获 初霸 已经被考骄大半身躯的李登峰 满眼稀迹地看着薛安 他之前确实想求死 但在经历了一番生死间的大痛苦后 他又胆怯了 毕竟楼椅尚且偷生 何况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他 可薛安对此只是微微一笑 听起来似乎不错 但这种事似乎并不是只有你能做吧 李登峰一愣 玄机明白过来 可还没等他说话 韩宝已经先他一步跑到薛安身后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大人 小的我愿为全马 以攻您的驱使 那我让你掌管摆扇铺 你可做得到 薛安淡淡道 韩宝心中大喜 喷喷喷的磕了几个响头 当然做得到 毕竟我在摆扇铺中多年 诸多事物本就是我在主持 所以大人您若是想要找那样东西 大可以交给我 我定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到最后 韩宝的意思已经赤裸裸 李登峰简直都要气炸了 目自欲裂地盯着韩宝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 韩宝估计早死多时了 可韩宝根本不理会这些 反而一脸卑微地看着薛安 薛安转头看向李登峰 似笑非笑地言道 听到了麻 似乎用不到你了 李登峰的心渐渐沉入深渊 他知道 自己唯一的生机 已经被韩宝这几句话给葬送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声哀求道 那请大人给我个痛快吧 薛安点了点头 韩宝 薛下在给他个痛快吧 韩宝连半点犹豫都没有 立即道 是 然后就见他站起身来走到李登峰面前 轻叹一声道 老爷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老爷子了 你也不要怪我心狠手毒 怪就怪你不该行那荒唐之事 结果得罪了大人 李登峰死死盯着韩宝 冷笑道 废话少说 要动手就赶紧的 但是韩宝你记住我会在下面等着你的 韩宝呵呵一笑 好 那你就等着我吧 言罢 韩宝再无犹豫 举手便是一掌 因为李登峰的皮肉已经被烧烂了 所以这一掌直接作用在骨头之上 将他的脖颈还有脑袋齐齐震碎 脑将蹦践而出 李登峰就此死于非命 而等做完这一切后 韩宝立即后退 恭恭敬敬地冲血安言道 大人 已经做完了 请吩咐 却安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一缕火线飞出 直接将那里登峰的尸体稍微灰烬 与此同时 本来肆虐于整个摆扇铺上空的火焰凭空消失 下面现出的景象令人为之则舌 因为被火海侵袭过的摆扇铺居然完好无损 甚至连花草都没破损半点 这堪称其机般的一幕令韩宝为之木凳口呆 然后便将头伸伸低了下去 脸上的神情越发公顺 如今这摆扇铺便由你来掌管 知道该怎么做麻 却安淡淡道 韩宝立即言道 知道 我会在暗中全力搜寻这股净碎片 保证会尽快给您一个交代 好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出发 却安便领着书净楚离开了这摆扇铺 等来到外面之后 书净楚悠悠道 我终于明白你为何要留这个人一条性命了 却安微微一扬眉 似笑非笑道 哦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轩辕镜的碎片 乃是这摆扇铺在偶然的情况下的来的 所以你才会消灭一个 然后留下一个 好方便你掌控这摆扇铺 却安哈哈大笑 你猜得没错 但你只猜对了一半 哦 那另一半是为什么呢 出净楚有样学样 也微微扬了扬眉 却安淡淡道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看不惯这摆扇铺的所作所为 尤其这里登峰 是人为货物 此等行径 百死莫属 书境楚听的眼中一彩连连 但他很巧妙地将心中所想掩藏起来 轻声问道 那咱们下一步要去哪 自然是去你之前所言的寻宝阁了 虽然说现如今有摆扇铺 但多做一手准备总归是好的 却安淡淡道 第2891章寻宝阁 幽冥鬼市的构成极为特殊 乃是一处似幻似真的所在 所以刚刚摆扇铺内虽然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乃至于都被活海给吞噬了 外面却是一无所知 却安领着书境楚出了摆扇铺之后 便直奔位于幽冥鬼市最高处的寻宝阁而去 这一路在未遇到任何阻碍 很快便来到了寻宝阁的门外 可还没等进去呢 一名穿着最初等的衣衫 甚至连遮掩面目的雾气都没有的男子 便引起了薛安的注意 这男子色缩在寻宝阁门旁的角落中 脸上写满了惶恐不安之色 正小心翼翼地打亮着过往的行人 可是能出现在这里的基本都以雾气遮蔽了全身 他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来 不知怎的在看到这名男子后薛安心中未知一动 然后对身旁的书镜楚言道 你在这里等我下 说罢薛安迈步便向那名男子走去 这男子在察觉到薛安向自己走来后浑身为之一颤 本来色缩的身形蜷缩得更紧了 这时薛安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蹲下身来看着这张写满了恐惧的脸 柔声道 别怕 我没有恶意 只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所以过来问一下 有什么能帮到你的麻 闻听此言 本来战斗不已的男子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但目中还是充满了恐惧之色 我 我 没事 男子艰难地言道 别怕 我确实没有恶意 我只是觉得你似乎遇到了什么十分可怕的事 所以特意过来问问 薛安柔声道 男子这时候却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以哽咽的语气言道 我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反正每天都一样 所以我真的没事 男子越说越激动 沿至最后 这男子的哭声已然化作歇斯底里般的尖叫 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引来了街上行人的侧目 可当看到发出声音的人是这个男子后 许多人都冷恒一声 然后便习以为常地离开了 其中还有几个好心人在经过薛安身边时说道 你不用理他 这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薛安却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劝阻 反而目光深沉地看着这个男子 直到片刻之后他方才站起身来 我叫薛安 如果你有什么事想说的话 可以来找我 说吧 薛安转身离开了 当他走后 本来壮弱疯狂的男子渐渐安静下来 并看着薛安的背影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这边薛安回到了书靖楚身前 书靖楚笑得有些古怪 怎么样 吃憋了吧 嗯 书靖楚嘿嘿一笑 没事的 这又不丢人 要知道当初我第一次来寻宝阁的时候 就注意到这个男子了 当时我也以为这个人肯定是个重要的NPC 因此尝试了各种方法去接近他 结果全都无功而返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根本就是个疯子而已 说到这 书靖楚的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之意 怎么样 他没骂你吧 对此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便朝寻宝阁走去 喂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告诉我啊 他有没有骂你 书靖楚快步跟了上去 可薛安压根就没理会他 竟直进入了寻宝阁之中 这寻宝阁乃是幽冥鬼市中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 据说还有伴官方的背景 所以他才可以在幽冥鬼市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你想要找什么在房市上都找不到的稀缺之物 那这寻宝阁便是你唯一的选择 当然 前提是你的能够承受那极为高昂的价格才行 可能进入幽冥鬼市的几乎都是葛中翘楚 所以这寻宝阁的生意极为不错 比如现在 偌大的大厅之中人头惨动 众多窗口前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但最引人注目的则要数大厅中央那张巨大无比的水墓了 水墓上正不停刷新着各式各样的信息 有发布需求的 也有提供各式各样线索乃至实物的 说白了 这寻宝阁很像一个权威的信息发布机构 通过它 你获取信息的渠道便被无限拓宽了 雀安来到其中一个窗口之前 里面是一名相貌清秀的女子 客观 请问有什么需要 女子满脸职业化的笑容 这不就是地球上的客服小妹吗 雀安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但她还是将自己打算寻找的东西告诉了这个客服小妹 这女子记录得十分认真 甚至还让薛安画出那轩辕镜碎片的图形 等确认无误之后 这客服方才城市化的问道 客观 请问您打算发布多高的悬赏呢 友情提示 悬赏越高任务完成的几率就越大哦 那就占定一百万的标准点数吧 薛安淡淡道 这句话一出 不光窗口里面的客服小妹被震住了 连在薛安身后排队的几人也都目瞪口呆 幽名鬼是之中通行的货币便是点数 而且获取渠道十分有限 所以这一百万点数可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量财富 幸好这客服小妹的职业素养足够高 率先反应了过来 客观 您确定是一百万标准点数吗 要知道每个任务在发布的时候都得事先缴纳保证金的 这客服小妹十分小心地提醒道 生怕薛安再不懂其中的规矩乱吹一气 可薛安哪里在乎这些 在得到摆扇铺之后 所谓的点数在他眼中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数字 要知道摆扇铺经营这么多年 积攒下的财富难以想象的庞大 结果现在都归了薛安 所以做起是来自然财大气粗 只见薛安随手扔进去一张卡片 这里面是一百五十万的点数 除了保证金外连本金都一起缴纳了 这名客服小妹被薛安这豪爽的手段给金的目中一彩连连 拿起那张卡片便答应道 是 客观请稍等 与此同时 周遭的人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异动 纷纷朝这里看来 并有人小声地议论起来 则则 一出手就是一百五十万的点数 这是哪里来的豪客呢 第2892章奇怪的男人 真是羡慕嫉妒恨啊 我为了凑一万点数都费了老大的劲 结果人家一出手就是上百万 看看他要发布什么任务吧 没准这笔横财就落在咱们头上了呢 客服小妹也很激动 毕竟这么大一笔交易对他也有莫大的好处 先不说别的 光是其中的抽成就是一笔小财 所以他干脆利落地便将薛安所提供的信息发布了上去 并贴心地安排了首页置顶 刹时间大厅的光幕上便出现了薛安所提供的那条消息 但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就在同一时刻 薛安发布的这条任务便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投放去了各处 无数人都看到了这条高额的悬赏 并随之闻风而动 薛安拒绝了这位客服小妹家好友私聊的请求 转身便走出了寻宝格之外 因为寻宝格的特殊地位 所以若是任务有进展的话 只要薛安在这幽冥鬼市之中 就会第一时间接到通知 因此在不在这里等候结果都是一样 更何况薛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想法 可他刚刚走出寻宝格的大门 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谩骂之声 狗东西 大爷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 你却敢无视于我 今天本大爷就给你个教训瞧瞧 随着喝骂之声 一道身影正对着躺在街上的一个人全打脚踢 出手极为狠辣 而挨打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还蜷缩在寻宝格门旁的那个男子 只见他用手捂着脑袋 躺在地上任由这道身影全打脚踢 全程别说挣扎反抗了 连横都没横一声 可他越是这样沉默 动手之人就越是愤怒 好啊 居然还跟我玩起沉默了是吧 好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说到最后 这人的语气终已然带上了一丝杀意 出手也越发得狠毒 朝朝都是奔着这男子的要害而去 眼见这男子就要被活活打死 一只手凭空出现 拦住了轰向这男子太阳穴 拦住了一拳 砰 一声问响之后 动手之人被震地往后退了猝步 然后便怒火中烧地吼道 沉默人 胆敢管本大爷我的事 语气嚣张至极 屈安却失失然地走了过来 淡淡道 是我 屈安身上的这骨子气势压迫的 动手之人为之一致 但很快他便冷笑起来 小子 你知道我是神麻 若是事象的话趁早滚开 否则有你的好果子吃 屈安笑了 他其实认得这个动手打人之人 正是之前在摆扇铺拍卖会上曾见到的那个25号 虽然他的面目一直都被雾气所遮蔽 可身上这骨子气势却一点都没变 所以在听到这25号的叫嚣之后 薛安只是笑了笑 你还别说 我最近还真就想吃点好果子 找死 这25号怒不可遏 抬手便朝薛安挥出一拳 他本来也想来寻宝阁看个热闹 可巧就遇到了蜷缩在寻宝阁门旁的男子 跟其他出来此处的人一样 他也对这个男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此也试图攀谈几句 可这男子哪里会理会他 嘴里一直在喃喃地说着什么 几次之后这25号便率先失去了耐心 木耳动手 对于一向天不怕地不怕 以自我为绝对中心的25号而言 自己都主动攀谈了你却连理都不理一下 这不是瞧不起自己是什么 可没想到中间又出了一个人阻拦 这25号如何肯饶 但下一瞬 这25号就感觉一股汹涌的距离袭来 紧接着自己便拔地而起 倒飞了出去 这还不算完 薛安的身影早已在他落地之处等候了 还没等他站稳 薛安便闪出了一掌 啪 一记响亮至极的翠响之后 这25号就仿佛陀罗一样在原地转了几圈 这才堪堪倒地 以25号勃然大怒 刚想再说些什么 薛安没有耐心再跟这样的家伙废话了 只见他唯唯一扬眉 滚 否则下次再降临于你脑袋上的就不是巴掌了 25号机灵灵打了个冷颤 知道自己遇到狠人了 再不敢废话 从地上灰溜溜地爬起来 然后便忙不迭地跑了 可等他自觉已经跑到安全距离之后 立即回头冲薛安喊道 小子 你给我等着 咱们走着瞧 对于这种跳梁小丑 薛安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脉步便走到了这男子的近前 此时这男子正遍体鳞伤地躺在地上 尤其护住脸的那两只手更是软塌塌地搭腊着 屡屡鲜血顺着手指往下躺落 薛安皱了皱眉 这个25号动手也特狠了一些 然后薛安便蹲下身 怎么样 男子微微一颤 然后艰难地将两只伤手挪开 现出下面那张惶恐不安的脸颊来 薛安轻叹一声 手掌自男子的身上轻轻拂过 所过之处 淡淡的光滑流淌而下 伤势随之复原 现在感觉怎样 男子却只是吃愣愣地看着薛安 没用的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他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 书净楚来到薛安身旁悠悠道 可就在这时 这男子嘴里开始泥喃自语 又一天开始了 这是我经历的第1321次的同一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用过了 可我还是出不去 跟随我一起来的兄弟们都已经死了 这些泥喃的声音并不大 可薛安离着很近 所以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这不禁令薛安心中意动 因为就在刚才跟着男子第一次对话的时候 他所说的一句话便曾引起薛安的注意 反正每天都一样 这句话诈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特殊的含义 可惜想起来却满是古怪 为何他要这么说呢 当时薛安百思不得其解 可当听到这男子的泥喃后 他突然悚然一惊 莫非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度过了无数个一模一样的一天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同一天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 薛安轻声问道 可下一瞬这个男子便开始疯狂起来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第2893章金山拳 伴随着疯狂的嚎叫 这男子起身便往外跑去 可此时的他虚弱已急 因此仅仅跑了几步便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 直接晕了过去 薛安走到境前俯身查看 怎么样 书净楚问道 没什么事 就是太虚弱了 先带他回摆扇铺吧 书罢薛安从地上将这男子扶了起来 带他回了摆扇铺 此时的摆扇铺之中 韩宝正在处理后续的事 当时薛安领活海而来 直接坟灭了众多恶贯满盈之徒 所以如今的摆扇铺人手极度紧缺 几乎所有事都得韩宝亲自处理 可韩宝却乐此不疲 甚至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 要知道以前他是为李登峰打工 就算表现在好也不过是给他点残羹剩菜而已 可如今他却是为自己 这心情能一样吗 更重要的是此刻的他心无半点杂念 所谓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 这句话用在韩宝身上简直在合适不过 不过哪怕在忙 当看到薛安托着一个人走进摆扇铺后 韩宝还是立即放下了手头的一切 一溜小跑的来到跟前 大人 咦 这不是寻宝阁前的金疯子吗 你认识他 韩宝点了点头 当然认识 不但认识 我跟他还曾有过一段交往啊 不 这下薛安来了兴致 具体怎么回事你详细讲来 是 韩宝先殷勤地接过昏迷不醒的男子 将其安排到一间屋子后 这才说到 说起来这个金疯子之前还是幽名鬼市的风云人物呢 他本名叫做金山拳 曾是寻宝阁中数一蹴二的赏金猎人 当初寻宝阁中所有难度系数高的任务几乎都被他给包圆了 关键此人不但本领高强 手底下还有一个堪称精锐的团队 这个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各有所长 都是在某些方面有着极深造义的大才 再加上配合默契 所以不管多难的任务到了他们手中都隐刃而解 哦 那这个人为何会沦落成现在这样呢 不等薛安发问 舒静楚便率先问道 哎 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在出一次任务的时候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劫难 最终这个金山拳的手下全军覆没 只有他一个人侥幸地活 但也因此沦落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说到这 韩保颇为感叹 薛安却是心中一动 因为韩保的话中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这个金山拳乃是在执行任务时遭遇到的横祸 想必他口中所言的那一直重复的一天就跟他遇到的劫难有关了 那你知道他是去执行的什么任务吗 薛安问道 韩保摇了摇头 不知道 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因为寻宝格的规矩就是任务一旦接下 那其他人就再无可能查阅了 除非任务失败 或者发布任务之人主动撤回 不然是没有可能查到的 薛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舒静楚却忍不住问道 那这么多年就没人对这件事感到好奇吗 当然有了 而且还不止一个 因为人们都想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任务 不能让金山泉这样的好手都折几尘沙 险些丧命 要知道幽冥鬼市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 风险越大往往意味着收益越大 可这些年来不管通过什么法则都无法敲开这金疯子的那张嘴 久而久之人们的这个心思也就淡了 说到这 韩保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禁看向了薛安 大人您是觉得导致金山泉疯狂的那个任务跟您所寻找的东西有关 薛安并没有隐瞒 直接点了点头 是 韩保踹了踹牙花 那可就难办了 这个金山泉疯成了这副模样 就是他知道什么信息也无法了解了 话未说完 薛安末地转身往金山泉的那个屋子走去 韩保赶忙跟了上去 等来到屋中之后 却见床上空无一人 咦 人呢 韩保有些发傻 薛安却没吭声 而是伸手便将那张床抬到了一边 床下蜷缩成一团的不是金山泉又是谁 只见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之色 嘴里哇哇乱叫着就想逃跑 可薛安哪里能放他走 只见他一抬脚 正好踩住了金山泉的腿 金山泉痴痛不过 嘴里的乱叫声变成了呜呜的低气 见此情景 舒静楚的脸上浮现出不忍之色 却 他刚想出言劝解 薛安摆了白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蹲下身来看着人自挣扎不休的金山泉言道 他其实并没有疯 闻听此言 舒静楚和韩宝二人悚然而惊 大人 您的意思是这个家伙在装疯 韩宝惊讶道 薛安摇了摇头 也不是装疯 他现在确实心智缺失 但这应该是他自己将自己的意识给封闭起来的缘故 韩宝一脑门问号 就差在脸上写上没听懂这三个字了 薛安笑了笑 语气淡然道 说白了 现在的他大部分的意识其实都处在封闭状态之中 所以他才会变得这般不可理喻 而要想让他恢复清醒 首先就要打破他的封闭 将他的意识释放出来 说到这 薛安对韩宝言道 你过来帮下忙 韩宝赶忙来到了镜前 你摁住他的脑袋 韩宝赶忙伸手摁住了金山泉的脑袋 可此时的金山泉力气极大 几次挣扎之下便挣脱了韩宝的束缚 韩宝脸一红 觉得自己在薛安面前丢人了 因此暗自一咬牙 手上加劲 就想将金山泉给死死摁住 但就在这时 却听薛安言道 不用了 果然 也就是在韩宝试图控制金山泉之时 薛安急速地在手中写下一个符传 然后往下一拍 摁在了金山泉的后背之上 这符传的作用真可谓是立竿见影 刚一触碰到金山泉的后背 他便如同断了电一样直接晕厥过去 好了 松开手吧 他暂时是醒不过来了 第2894章精神分裂 韩宝有些不明所以 却也不敢问 只能乖顺地站起身来立到一旁 不吭声了 薛安看着地上已经贪软如泥的金山泉 目光唯唯一闪 他刚刚之所以让韩宝过来帮忙 并非是他控制不住这个金山泉 而是借韩宝来转移金山泉的注意力 好趁机松懈他的心神 然后令其陷入昏睡之中 因为薛安知道 这个金山泉的戒备心极强 如果强行闯入他的涉海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没错 薛安打算直接闯入金山泉的涉海之中 将他那被封闭的意识都给释放出来 如今前期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薛安命韩宝将金山泉重新抬到了床上 然后吩咐舒静楚 李去准备点热茶来 舒静楚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薛安吩咐的是如此自然 就仿佛自己是个伺候人的小丫鬟一样 可看着薛安那一脸沉着的表情 他最终还是将这些话又咽了回去 转身出去准备了 李在旁边守候 严密观测着这金山泉的状态 若是他有任何撑不住的迹象 一定要立即打断我 薛安又吩咐韩宝道 韩宝点头如鸡着米 并将胸脯拍得震天响 放心吧大人 这点是您就交给我吧 保证出不了差错 薛安点了点头 这才伸出左手食指来 轻轻点在了金山泉的眉心之上 没有光滑也没有响声 然后薛安便闭上了眼睛 韩宝丑丑床上躺着的金山泉 又丑丑站在床边的薛安 眼中有难以掩盖的好奇之色 这就算开始了麻 为何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可他并不知道 在这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 实则暗潮汹涌 薛安小心翼翼地分出 一缕细弱发丝的神念 叹入了金山泉的眉心之中 之所以会如此小心 完全是因为此时的金山泉极为孱弱 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将他的神魂震碎 成为真真正正的傻子 也就薛安这样对自身神念控制力 达到变态程度的人才敢如此一世了 终于 薛安的神念沉入了眉心是海之中 然后出现在他面前的便是一片荒芜的战场 到处都是拼死搏斗后所留下的痕迹 可奇怪的是地上却没有尸体 只有干涸的鲜血 这些鲜血也不知道是多少年积攒而成 厚度堪称惊人 踩在上面脚掌都黏黏的 令人倍感恶心 可薛安现在没有时间理会这些 他的目光全被战场正中的那道瘦小的身影 给吸引了 薛安立即上前 等来到这道身影之后 才更能体会到这身影的孱弱与瘦小 而在感受到薛安的到来后 这身影缓缓转过头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缩小版的金山泉的脸 这种感觉很诡异 因为这也不是童年的金山泉 反而更像是被施加了魔法之后等比例缩小的模型 关键是这张脸上的神情 那是一种麻木到空洞的神情 彻彻底底的身无可恋 薛安轻叹一声 知道这就是金山泉唯一还保持清醒的意识了 所以金山泉才会变得疯疯傻傻 那其他的意识在哪呢 薛安急目望去 所见之处均是空荡荡的 哪里有半点煎熬的影子 薛安皱了皱眉 他可以肯定这就是金山泉唯一的试海了 并不存在其他的空间 那其他的意识又去哪里了呢 莫非自己搞错了 正在这时 一幕奇景出现在薛安面前 只见这弱大战场上 所有搏斗的痕迹吸接消失 只流下鲜血还存在 紧接着 就见一阵厮杀声传来 本来空荡荡的战场上 突然出现了无数厮杀的身影 可薛安定睛看去 这些身影虽然衣着不同 但相貌无一例外 都是金山泉的面容 说白了 这弱大战场上 所有正在厮杀的人 其实都是金山泉自己 看到这 薛安终于恍然 明白金山泉其他的意识 都去哪里了 这所有厮杀的人 其实都是金山泉意识的划线 说白了 这个金山泉患上了 严重的精神分裂 一个灵魂分裂出了 无数意识 并彼此厮杀 最终造成了金山泉 现在这富人不仁 鬼不鬼的模样 至于为何会出现 这种情况 那就要问金山泉自己了 这时厮杀已经进入了尾声 无数身影倒下 鲜血流淌而出 跟地面上的血和容为了一体 但等鲜血流干之后 这些尸体便消失了 薛安并没有动手 而是静静地看着 直到这场厮杀结束之后 他才看向了那井存的意识 这时他看到 金山泉井存的意识 似乎又瘦弱了一些 显然这种自我意识的彼此厮杀 对金山泉而言乃是一种惊人的耗损 实际上如果再不制止的话 用不了多久 这金山泉便会因为意识彻底崩溃而死 想到这 薛安深吸一口气 做好了准备 片刻之后 就见这刚刚平静下来 没多久的战场便再次动荡起来 无数身影再次浮现 可这次还没等他们厮杀 薛安便出手了 薛安的应对手段也很简单 你不是分裂出无数的意识捉对厮杀麻 那我便也分裂出无数化身来阻止你 于是在这些分裂意识之前都出现了薛安的身影 直接阻止了他们的厮杀 但阻止厮杀仅仅只是第一步 如何将这些分裂开来的意识重新融合起来 这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但这能难得到别人 却难不住薛安 因为薛安对神念的理解程度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所以他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将这些意识强行驱赶到了一起 然后手掐硬诀 碎 下一瞬 这些意识便开始崩碎 如果有其他人在场看到这一幕后估计会当场惊掉下巴 因为这就相当于将一个人的灵魂直接搅碎 这跟寻死没有任何区别 可薛安却十分笃定地继续往下进行着 果然在他的驱赶和掌控下 这些破碎的意识逐渐凝聚 可就在这时一道灰色的光芒突然出现 本来将要凝聚成形的意识有再次崩溃的迹象 薛安对此只是冷恒一声 随之沉生喝道和 一声令下 本来要崩碎开来的意识被再次捏合在一起 第2895章苏醒 当书竟储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房中的时候 韩保正静静地站在床边守候 因为有薛安的吩咐 所以他一刻都不敢善离 全神贯注地盯着床上躺着的金山泉 书竟储随手将茶杯放到一旁的桌子上 然后迈步走到了床边 怎么样 有其他的动静麻 韩保头也不回地说道 没有 书竟储便仔细打量起薛安来 虽然说从外表是看不出什么端倪的 但书竟储还是可以隐隐感觉到 来自薛安身上的那股起伏不定的气势 但比这些更能引起书竟储注意的 却要属薛安的面容了 那张透露着少年伶俐气息的脸颊 在闭上双眸之后突然柔和了许多 这个家伙 长得还挺帅的麻 书竟储的心中突然闪过了这个念头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眼皮微动 然后便缓缓睁开了眼睛 刺目相对之下 书竟储的脸疼一下就红了 呃 你让我漆的茶我已经漆好了 书竟储找了一个拙劣的理由 薛安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囧态 直接俯下身查看起金山泉的状况来 书竟储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他没注意到自己偷偷看他 不然可就糗大了 与此同时 床上那本来昏迷不醒的金山泉 突然惊叫了一声 旋即便睁开了眼睛 从床上一跃而起 就想往外面跑去 书竟储心中一沉 怎么回事 莫非这个金山泉的风病还没好 正在这时 薛安突然开口道 你如果想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的话 那你大可以逃离 我绝不阻拦 这句话就仿佛有某种神奇的魔力一样 本来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往外逃窜的金山泉停住了脚步 然后缓缓转过身来看向了薛安 此时的他 眼神清明 哪里还有半点之前的风态 我要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薛安洒然一笑 你当然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要记住 是我将你从分裂的深渊中救出来的 说吧 薛安朝桌边一伸手 而如果你想摆脱那噩梦一般的过往的话 便做到这张椅子上将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 茶水滚烫 俯一入喉便烫开了一条火线 可这种略带疼痛的感觉却令金山泉很快便放松下来 他吐出一口气 然后便以略带沙哑的声音缓缓讲述起来 韩掌柜既然在这 那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当初我乃是寻宝阁中排名第一的赏金猎人 只要我出手 不管多艰难危险的任务都将不是问题 说到这 金山泉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缅怀之色 那可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 我手下的弟兄们十分尊敬我 而我也带着他们攻城掠地 很快便积攒下了海量的财富 按理说这些钱足够我日后修行以及生活的所有开销了 可只要我看到寻宝阁中有高难度的任务发布便忍不住去接 没想到就是这种性格令我吃了大亏 当时我已经盘算好了 只要再做三个任务就金盆洗手 彻底退出 前两个任务都顺顺利利的完成了 问题就出在这第三个任务上 书净楚文言嘟囔了一句 这不就是立了一个必出示的flag吗 什么 金山泉有些没听明白 书净楚赶忙摆了摆手 啊没事 您继续 金山泉以沉重的语气继续往下讲道 当时我揭取的这第三个任务 其实看上去并无多少出奇之处 就是一个普通的绝宝任务而已 因为这个世界遗址众多 再加上漫长岁月的积累 导致种种密藏简直数不生数 至于记载密藏路线的图纸那就更多了 但这些藏宝图真假参半 没有经验的人很难判断真假 而且即便是真的也往往伴随着不可预知的威胁 因此很多人在得到藏宝图后并不会自己去发掘 而是选择在寻宝阁发布任务 通过雇佣专业的团队去发掘宝藏 赤城之后 所得物品按照发布者四成 挖掘团队四成 其余两成上交幽名鬼市的固定比例来分账 得益于幽名鬼市 尤其是寻宝阁那严密的保障体系 没有人敢在这里动手脚 也因此人们才会放心地将自己手中的藏宝图挂在寻宝阁中 这也造成寻宝阁中最多的任务便是这一类发掘宝藏的任务 当然 这些发掘宝藏的任务也是有着分级的 藏宝图在经过鉴定为真之后会按照难易程度分为一般 普通 困难 以及顶级这四个难度 如金山泉这样的顶级猎人揭取的自然是最高难度的任务 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甚至于嫌疾无聊时他们还会特意揭取几个难度比较大的任务来练练手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任务 最终却令金山泉者几尘杀 乃至于将手下的整个团队都给葬送掉了 因此当讲述到这里的时候 金山泉止不住地开始战斗起来 屈安也没有催促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对金山泉的刺激一定很大 否则也不会导致他的意识破碎成那样 终于 金山泉的情绪稍稍稳稳定了一些 然后以战斗的声音接着往下延道 当时我们暗图所记 很快便按照藏宝图的指引来 置了一片时空乱流肆虐的区域 谈宝文延导吸一口冷气 时空乱流啊 没错 就是时空乱流 正因为这个 这张藏宝图才会名列最高难度 时空乱流顾名思义就是时空失序之所在 这种地方往往出现在宇宙虚空之中 乃是不折不扣的绝杀之地 别说是人族强者 就算是高等邪恶进入其中也有可能有来无回 由此可见这玩意有多么凶险 金山泉的脸上却浮现出一抹自傲之色 这东西对别人来说乃是根本碰不得的凶险之物 但对我们来说却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毕竟这些年来我们完成的任务无数 其中就有许多宝藏建造在时空乱流之中 第2896章时间循环 可以这样说 当时这时空乱流根本没有对我们造成多少阻碍 仅仅只是一天的光景 我们便深入其中 最终来置了宝藏的入口处 可说到这 金山泉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手中捧着的茶杯不停作响 整个人抖作一团 但就在他再次濒临崩溃的边缘之时 一只手却轻轻摁在了他的肩头之上 一股威严却又不霸道的力量涌入了金山泉的体内 迅速稳定住了他那沸腾的气血 金山泉抬起头来 正好看到薛安娜淡然的目光 好些了麻 金山泉点了点头 既然好些的话那就继续往下说吧 金山泉深吸一口气 沉声言道 开始的时候一切顺利 我们很快便破解了宝藏入口处的防御法阵 成功进入其中 然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的空间 这也不奇怪 因为类似这种顶级宝藏往往都可以折叠空间 我们也不着急 按部就班地往里推进着 很快便遇到了攻击我们的守护灵 这些守护灵平时都处在沉睡状态之中 一旦有人入侵 他们便会迅速觉醒 然后斩杀一切来犯之人 诚然 这些守护灵确实比较强大 可也难不住早有充分准备的我们 因此仅仅只是多费了一些周折 这些守护灵便被我们吸接消灭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初净楚问道 金山泉苦笑道 没错 一直到这里一切还都很正常 就连一贯谨慎的我都认为这次的任务稳了 不可能再出其他的波折 毕竟连守护灵都没有了 这宝藏已经对我们彻底敞开了大门 可就在我们谈笑风生 谈论等这次出去后 如何好好庆祝一番之时 一便发生了 就仿佛跨过了一层无形的屏障一样 我们眼前的景象突然有了些许变化 经过仔细辨认后 我们发现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我们重新回到了入口处 这也不算什么啊 无非就是一些时空转移的伎俩而已 书竞楚言道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当时的我们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被激起了兴趣 毕竟按照以往的经验 在守护灵被灭后 这宝藏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御敌手段了 这种反常让我们颇为兴奋 觉得这次任务还挺有意思的 于是又一次说书笑笑地往前走去 可没想到刚走了没多远 前方又出现了一大批守护灵 是另一波守护灵吗 书竞楚问道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因此也没废话 干脆利落地便将这群守护灵再次消灭了 可等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 相同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我们再次回到了起点 这下我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因为即便是我们团队中最为擅长营造法阵的兄弟 也察觉不到任何阵法的波动 那感觉就仿佛是无缝衔接起来的一段平滑影像一样 上一秒还在远处 下一秒就已经出现在了这入口处 那这次守护灵又出现了吗 书竞楚问道 当然出现了 不但出现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可不得事实 那就是这些守护灵根本就不是什么另外一波 他们跟我们刚进来时所遇到的守护灵根本就是同一批 书竞楚张大了嘴巴 这怎么可能 是啊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这些守护灵压根就不是人 甚至都不是有智慧的生灵 他们只是依靠阵法运转形成的傀儡而已 一旦将其根基摧毁就再不可能出现了 是不是你们动手的时候没有注意 根基摧毁的不够干净 呵呵 你的想法跟我们一样 所以第三次的攻击我们收起了之前的轻松心态 拼尽全力地对这些守护灵展开了毁灭性的攻击 这次我们不光消灭了他们 还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摧毁的扎都不剩 不仅如此 我们这次前进的时候小心的不能再小心了 几乎是步步为营 生怕再像之前两次一样 那有效果吗 金山拳苦笑着摇了摇头 若是有效果的话 我还会变成这富贵样子吗 不管我们如何小心 结果都是一样 我们再一次出现在入口处 再一次遇到了本该被消灭的干钱静静的守护灵 然后再一次地出现在入口处 金山拳的面色变得无比苍白 书净除也未知沉默了 两久之后方才言道 那那你们就没想过逃出去吗 当然想过 实际上第四次重返之后 我就已经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 立即命令手下的弟兄掉头往回走 试图冲出这宝藏入口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不管我们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 都无法改变哪怕一丁点的事实 时间一到 我们便会被送到入口处 重新经历一次所有的事情 时间循环麻 书净除难难道 金山拳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时间循环 因为除了这个解释之外 你无法找到其他的理由 你无法想象那种恐惧 在一段早已知道结局的剧本之中 你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切 从厌倦变为恐惧 又从恐惧变为了绝望 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了 只是机械的呆坐在圆的 等待一次次的时间重置 那你们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书净除被金山拳所描绘的 景象精的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金山拳悠悠地看着书净除 并未直接回答他的话 你知道我们为了摆脱这可怕的循环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麻 为了追求那一点生机 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比如不再击杀守护灵 而是逃跑 同时也不再集体行动 而是分散开来各群生机 可所有的尝试最终都宣告失败 那在背后不设这时间 循环杀局的存在显然拥有着 鬼神莫测之力 在他面前 我们之前的智德意满显得是 那么的可笑 那你们在时间循环之中带了多久 17421次 第2897章残酷 这个数字令书净除瞠目结舌 他伪实无法想象一个人到底的有多坚强的心智 才能在多达一万多次的时间循环中保持清醒 哪怕只是想一想那种绝望书净除便不寒而栗 他觉得若是自己进入那种境地 别说一万多次 可能几百次就得崩溃 相比之下 这金山泉能在经历了如此恐怖的境遇后 仅仅只是发疯已经足够难能可贵了 那 那你们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出尽楚结结巴巴的言道 没有门 你说什么 我说没有门 最后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金山泉十分平静的言道 可就是这种平静却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悲伤 虽然早有预料 可当金山泉真的这么说 书净除还是觉得一颗心逐渐沉入谷底 不用问 那些人的结局肯定是死在了时间循环之中 所以书净除没有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因为他觉得这对于一个从那时间地狱中侥幸逃脱的人而言是极为残忍的一件事 可他没问 薛安却直接问了出来 他们是怎么死的 书净除看了薛安一眼 薛安恍若未见 继续往下说道 按照你的描述 你们是陷入了一场时间循环之中 所以就算在这途中有人支撑不住死去 那也应该会在下一场循环中重新出现 所以薛安冷冷注视着金山泉 他们是怎么死的 薛安的质问令韩保还有书净除都为之悚然 是啊 这时间循环一旦陷入近乎无解 就算你在中途死掉 也会在下一场循环之中恢复如初 可这并非恩赐 而是一种酷刑 因为那意味着你将承受死亡的痛苦 却得不到死亡的解脱 金山泉默然半晌 然后低下头以微微颤抖的声音言道 你说得不错 在这场长达一万多次的时间循环之中 死亡确实是一种奢侈 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突围 结果全都失败了 在这无解的困局之下 一些人终于坚持不住陷入了癫狂之中 他们或哭或喊 神志不清 并开始攻击同伴 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精力去管 但很快我便也感到了厌倦 因为这时间循环重置的只有时间 却没有重置记忆 在这种情况下很快便有人不堪其重 走上了绝路 可哪怕是自杀都摆脱不了这可怕的循环 我们就像是被困死在一段时间里的乙虫 根本无路可去 那种悲伤而绝望的气氛蔓延开来 令书净楚都为之黯然神伤 却安却根本不畏所动 而是再次问出了那个关键问题 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他们又是怎么死的呢 很简单 时间只针对于存在的物体而存在 一旦物体不存在了 那时间也就失效了 薛安微微一扬眉 面线沉思之色 书净楚却根本没听明白 什么意思 你听懂了吗 他问薛安 薛安点了点头 只有真实存在的物体才拥有时间 一旦物体消失了或者这物体根本就不存在 那时间自然也会消失 书净楚脸上的迷茫之色更重 举个例子 比如你想象出的一件东西不管过了多久都不会有改变 变得只是拥有真实存在的你而已 书净楚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韩宝却是一拍大腿 我想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大人说的话 不管时间怎么改变 他也只能改变真实 而虚幻却完全不受影响 是这个意思吗 大人 韩宝眼巴巴地看着薛安 薛安点了点头 你的理解力不错 得到了一句薛安的赞赏 韩宝简直是喜出望外 激动的脸都潮红了 薛安转头看向金山泉 我说的可对吗 金山泉苦笑着点了点头 一点不错 所以我是怎么出来的 以及我的那些手下是怎么死去的 你也应该猜到了吧 大概有一点猜测 是自我毁灭吗 是 而且是彻彻底底 连一丝神魂都不能留下的自我毁灭 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吗 书净楚终于听明白了一些 继续充当问题宝宝 区别很大 自杀毁灭的只是肉体 但你的神魂还在 我所说的自我毁灭 却是连神魂都彻彻底底消灭 书净楚有些恶然 难难道 可这是自己能够做到的麻 自己当然做不到 因为你只能自杀一次 神魂却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就需要他人的帮忙 书净楚猛地捂住嘴巴 因为他终于明白金山泉说的意思了 他人的帮忙 那不就相当于自相残杀吗 金山泉悠悠道 没错 正是你们心中所想的那样 我们就是对自己的同伴下了绝情 全场无言 因为实在是太惨烈了 为了摆脱时间循环 他们不惜神魂俱灭 这不管对受者还是动手者都是极其残酷的一件事 因为时间循环的限制 我们当然不可能在一场循环中便结束所有 而是分期分批的完成 这场循环完成一个人 下场循环完成两个人 就这样在经历了最后的十几次循环之后 我的手下静丧 只留下了我跟另外一个人 在这时候谁能第一格走 谁就拥有了最大的幸运 因为留下来的那个很有可能在无解脱之期 于是在艰难的考量之后 最终我成为了留下来的那个 而那时候也正好是第17421次的循环 你们一定会很奇怪 为何我会如此清醒 乃至于连经历了多少次循环都记得清清楚楚 书竟楚点了点头 金山泉的脸上浮现出莫大的讽刺 那是因为我在亲手了结了自己谨慎的手下后 闭上眼睛准备等待下一次循环开启 可就在这时在我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循环结束 共经历17421次循环 希望你玩得愉快 全场静得可怕 出镜楚目瞪口呆 两久之后方才忍不住问道 然 然后呢 然后循环就结束了 第2898章仇恨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试想一下 你经历了一场可怕的轮回 为求解脱不惜将自己的手足兄弟都给彻底消灭 可等只剩下你一个人后 幕后黑手却蹦出来幸灾乐祸地告诉你 轮回结束了 你自由了 这的是一种何等的心情啊 至少书尽楚便对金山泉充满了钦佩和同情 因为若是换作自己的话 估计就不只是发疯那么简单了 后来我怎么出的那片时间乱流 怎么回到的家 怎么进入的幽冥鬼市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活下去 因为我要将这些秘密告诉别人 然后想办法破开时间循环 揪出那的害死我所有弟兄的凶手 那为什么后面那么多人试图撬开你的嘴巴 你都不肯说呢 韩宝问道 首先因为我确实承受不住打击 所以心智崩溃了 其次是因为在发疯前我对自己下了一道暗示 除非等到确实有能力破开那循环的人出现 否则绝不可以将这些事透露出去 因为我不想害人 所以你认为他能够破开这时间循环 出镜处指着薛安问道 我也不知道 但至少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因为从我口中的不到想要的信息 便对我拳打脚踢 并且他还有能力修复我的神志 所以我决定试一试 说到这 金山泉十分认真的看着薛安 薛安笑了笑 好 我虽然不敢打包票 说能百分之百的破开这时间循环 但我确实有些眉目了 听到薛安的话 金山泉长出一口气 多谢 不必谢我 要谢就谢你自己吧 因为你的坚持 才能让这个秘密重见天日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金山泉显然有些迫不及待了 你现在的身体扛得住吗 金山泉立即点头 当然扛得住 那也不能操之过急 这样吧 这幽冥鬼市之中毕竟休息不好 我先带你回现实世界如何 好 金山泉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便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金山泉义无反顾地 跟随着薛安返回了现实世界之中 当看到光明宫之后 金山泉不免有些惊讶 林居然是光明宫的人 不是我 而是他 薛安一直输尽储 舒敬储黑黑一笑 光明宫当代圣女舒敬储 哪怕是见多事广的金山泉也有些震动 谁能想到这个少女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光明宫的圣女呢 但玄疾他的心便炽热起来 光明宫的底蕴不错 可就是这样一个大派宗门的圣女居然是这位薛安薛大人的侍女 由此可见这位薛大人的实力更加深不可测 想到这 金山泉的把握更足了 舒敬储如果知道金山泉此刻的想法 估计能当场气死 自己怎么就成为薛安的侍女了 但他不知道 所以此时的他可谓岁月静好 甚至还有些同情这个金山泉的遭遇呢 在安顿好金山泉之后 薛安略一沉吟 并未回自己的房间 而是来到了云林轩 唐孝还有团人三女所居住的房间之外 抬手刚想敲门 却听里面传来了争吵之声 薛安无意听别人抢脚 正想退出去 可就在这时传入耳畔的一句话 令他站住了脚步 不行 我就要去找薛安那个家伙问问 问问他是不是被那个小妖精给迷住了 声音很明显来自于唐孝 不行 你不能去 阻止的声音则来自于团人 团人你到这个时候了还在维护那个家伙吗 你心心念念地维护他 可他呢 将咱们丢在这里之后便不闻不问了 整天跟那个所谓的圣女私混在一起 他想过你吗 唐孝喊道 那也不行 我相信公子 他之所以没来肯定有他的苦衷 而且他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总之就是不许你去 你不许我去我就不去啦 给我闪开 我就不 这时团二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云林轩 你就不管管你的小丫鬟吗 唐孝喊道 这时云林轩的声音传来 唐姑娘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过激动 正如团人所说 公子绝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好啊 连你也在维护那个花心大萝卜 好 你们不让我去 我偏要去 说着就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 唐孝显然冲开了团二的阻拦 然后推门便走了出来 然后他便跟站在门前的薛安打了个对脸 本来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了一半 咦 薛安冷冷看了他一眼 然后擦身而过 进入了房间之中 这时团人正蹲在地上哭泣 云林轩则在一旁安慰他 好了别哭了 唐姑娘也没有乐意 相信他就是去了也不会出什么事的 呜呜呜呜呜 小姐 我哭的不是这个 你说公子是不是真把我们忘了 团人哭得梨花带雨 薛安听的心中叹息 这个小丫鬟对自己用情如此之深 令他都被感压力 因此他倾刻一声 二女同时回头 公公子 真的是你 团人难以置信地喊道 薛安微微一笑 怎么 几天不见忘记我了 团人脸一红 手忙脚乱地擦干脸上的眼泪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别哭了 我这不来了吗 说着 薛安看向云林轩 微微一笑道 云姑娘 最近几天我有些琐事缠身 一直没能过来 还请见谅 啊 无访无访 公子太客气了 云林轩赶忙回应 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唐笑的声音 我看不是琐事缠身 是女子缠身吧 雨带激疯 十分难听 薛安猛地回头 一股浩然气势直接将唐笑震退 猝步 唐笑也没想到薛安居然敢对自己下手 不禁有些发萌 你 薛安面冷如冰 唐姑娘 我希望你能搞清楚自己现在的境遇 有时候愚蠢和不自知 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面对这句赤裸裸的质问 唐笑的脸轻一阵红一阵 被掖得根本说不出话来 第2899章猜测 可薛安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 只见他上前一步 冷冷道 还是说你感觉自己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了呢 唐笑连连后退 眼圈一红 险些掉下泪来 从小到大他还没这么委屈过 虽然说父母离世的早 但有哥哥的保护 他一直生活得很好 等加入起司施舍之后更是成为团宠一般的存在 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从见到这个薛安之后 自己就再没过过好日子 现在更是被他如此呵斥 唐笑就感觉心中难过至极 但他生性要强 因此强染着泪水 不想当着薛安的面哭出来 团人 虽然生气于唐笑之前所说的话 可见到他现在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还是心软了 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天的相处 团人知道这个唐笑本性并不坏 只是性情顽劣了一些 说起话来嘴巴没有遮拦 他走到薛安身后 确确言道 公子 其实唐姑娘并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因为过于担心您 所以说起话来才有些着急罢了 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薛安文言转头冲团人唯唯一笑 好 说吧连看都没看唐笑一眼便转身离去了 唐笑本来一直强忍着泪水 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当着这个家伙的面哭出来 可当他看到对自己冷若冰霜的薛安 居然对团人那么温柔 甚至连说话的时候都眼含笑意的时候 心中的委屈说什么也忍不住了 眼泪扑素素的掉落下来 擦都擦不及 云林轩见此情景不经为叹一声 轻一连步走到了唐笑身旁 递过去了一张手帕金 别伤心了 我才没有伤心 我只是被风沙迷了眼睛而已 唐笑物字嘴硬道 云林轩当然不会揭穿这个拙劣的谎言 因为这有可能是唐笑仅存的自尊了 他只是轻叹一声 然后便不再说话了 薛安并没有离开 而是坐在椅子上品尝着团人为他端来的热茶 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可就是这样没营养的闲聊 依然逗得团人没开眼笑 欢欣不已 云林轩很怀疑哪怕薛安什么都不说 仅仅只是坐在那 这个傻团儿都能自己了半天 可云林轩对此并无任何嘲笑之意 反而充满了羡慕 因为相比起团儿的通透和简单 自己这些人似乎活得都太累了 正当他暗自感叹之时 薛安突然抬头冲他唯唯一笑 云公养 你看这是什么 说着 薛安伸手便取出了一样东西 一块云纹遍布 流光一彩的半块骨镜 见到此物 云林轩浑身一震 这是 没错 正是轩圆镜 云林轩目现痴迷之色 嘴里喃喃自语 真是漂亮啊 当初云林轩手里有一块轩圆镜的碎片 后来交给了薛安 进行了融合 当时薛安就说要搜集其所有的碎片 将其融为一体 云林轩虽然也有这个心思 但自知难度极大 所以也没太在意 可这才过了几天 薛安手中的轩圆镜就明显大了不少 之前的轩圆镜仅仅只有小半块 现在却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半块了 其实不光是他 团人 甚至是唐孝都被这轩圆镜给震住了 哪怕是并不懂其中奥妙的他们 也能看得出这股镜的不凡 云林轩深吸一口气 后面公子这事又融合过吗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而后薛安便将入光明宫 竟幽名鬼市的种种经过大概讲述了一遍 当听说薛安居然还有这样一番奇幻的遭遇 甚至深入其他未念 解救下万千生灵 获得了一块珍贵碎片后 哪怕是对薛安婆有成见的唐孝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确实足够厉害 但最吸引人的却不是这个 而是关于金山权所言之事 尤其那玄之又玄的时间循环听的团人云礼物里 不明觉厉 最终忍不住问道 公子 照您这意思说的话 是不是造成时间循环的罪魁祸首就是一块镜子碎片呢 我也只是有这个猜测而已 至于具体是不是 要等去了之后才能知道 实际上从听到金山权自述的经历的那一刻喜 薛安就明白 那所谓的宝藏很可能就是一块镜圆镜碎片 至于那时间循环 则是那块镜圆镜碎片的规则显现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之前薛安所得的镜圆镜碎片虽然大小不一 但无一例外均蕴含有特殊的规则 而宝藏中的那块碎片很可能就蕴含有时间之力 什么 公子宁真要去麻 那会不会太危险了 团二的脸色有些发白 仅仅只是通过薛安的转述 团人便能感受到这处宝藏的恐怖 尤其那诡异的时间循环 居然需要自相残杀才能逃脱出来 可见其危险 薛安笑了笑 放心吧 这时间循环听起来玄乎 但对我来说却不算什么 团人本想劝阻 可当看到薛安脸上的云淡风轻后 他又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明白薛安肯定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时候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我来此就是告诉你们一声 好生在此住着便好 有什么事对武俊还有端木光 他们二人说 等我取回这块碎片 便送你们回去 薛安言霸占起身来往外走去 团人虽然很想留薛安多做一会 可他性情柔顺 见薛安要走 便眼巴巴的在吼相送 不过当他跟随着薛安从唐笑身边路过之时 就听唐笑突然以滴滴的声音言道 对不起 团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却见唐笑抬起头来 深吸一口气再次冲薛安言道 对不起 之前是我太过任性 我错了 团人目瞪口呆 唐笑的脾气他可是很了解的 这个家伙死都不肯低头 更别说道歉了 因此听到唐笑的话 他简直都惊呆了 薛安却丝毫不感到意外 如果说这个唐笑在被自己呵斥之后 依然执迷不悟 那薛安便打算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了 反正薛安可不会因为唐笑是个女子 便惯着他 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唐笑倒也不是真傻 至少能知道自己错了 看着面前这个脸胀的通红 眼角泪痕油带的女子 薛安淡淡一笑 知道错了就好 等我回来吧 说完 薛安大不而去 留下乌众三女面面相去 团人忽然一拍脑袋 哎呀 忘了问公子什么时候回来了 第2900章漏洞 金山泉早已急不可耐 几乎是一天都等不了了 因此仅仅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他就催促薛安尽快动身 薛安自无不可 当然这次前去探寻宝藏 舒静处也是要去的 一行三人简单地收拾了下 然后便踏上了征城 对于金山泉而言 这处宝藏的时空坐标 早已刻进了灵魂之中 因此路上根本没有任何波折 仅仅只用了促日光景 便成功到达了宝藏所在之处 远处便是汹涌的时空乱流 它们无形无植 却能眷习任何敢于靠近的物体 并将其撕碎成最基本的粒子 但这难不倒金山泉 在恢复了清醒意识之后 他那身为第一赏金猎手的本领 也全都回来了 所以在他的布置之下 它们三人很顺利地便进入了 时空乱流之中 舒静处好奇地打亮着周围 因为时空乱流的缘故 所以这里面的一切都显得光怪陆离 时不时地环有其眩的光滑闪过 影得舒静处惊叹不已 相比之下薛安则要显得平静多了 终于 在又经过了大半日的跋涉之后 他们成功来至了宝藏入口处 看着那熟悉的场景 尽管金山泉早有心理准备 依然激动地浑身颤抖 这就是宝藏入口了吗 是 我化成灰都能认出这里 金山泉咬牙切齿道 薛安笑了笑 那你们在外面等候吧 我去去就来 好 嗯 金山泉刚想答应 可等明白过来后 不禁满脸错愕地看着薛安 我说我自己进去就好 你们在外面等候吧 薛安又重复了一遍 这怎么可以 我们来就是为了一起破开那时间循环的 岂能让您一个人孤身涉险 再说了 我等了这么多天 为的就是能够亲手复仇 手刃纳木后黑手 现在您却让我在外面等候 我怎么可能答应 金山泉断然拒绝 而且情绪很是激动 听我说 薛安淡淡道 金山泉闭上了嘴巴 虽然如此 但眉目之间依然满是不服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你要明白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破开这时间循环 而不是意气用事 意气用事 金山泉又开始激动了 薛安斩兵截铁 没错 就是意气用事 你想没想过这时间循环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漏洞 金山泉就没思索 他还真没想过 事实上关于时间循环的一切 他已经想了无数遍 也试图寻找过其中的漏洞 但最终都无功而返 所以他不相信这个薛安 仅仅只是听自己讲述 便能寻找到其中的漏洞 没错 就是漏洞 薛安副手看向前方那光滑璀璨之处 淡淡道 你和你的手下促使人进入其中 结果却在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循环结束 这其中的缘由你难道就没想过吗 文听此言 金山泉如遭雷疾 你 你是说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一切正如你所想的那样 这时间循环极有可能只针对多人 若是自己孤身前去的话 可能根本就触发不了这时间循环 金山泉的脸色变换不定 嘴里更是喃喃自语 是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我真傻 简直傻到家了 若早知道这点 我的那些弟兄们又怎么会死呢 说到最后 金山泉的面色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谋中更是充斥着无边的悔恨和斥责 你也不用这么自责 你身在局中 被其中之事所扰 自然难以亏清事物运行的规律 而我不同 我可以以局外人的角度来思考 自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所谓灯下黑便是如此 金山泉逐渐冷静下来 莫底冲薛安身失一礼 多谢大人指点 我至今日终于茅塞顿开 但我有个请求 不必说了 我是不可能让你一个人进去的 薛安直接打断道 为什么 因为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而已 万一进去之后 时间循环照样被触发 你有把握出来吗 金山泉沉默了 而且这处宝藏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我并非看不起你 但你的实力确实不如我 再加上疯了这么多年 你若进去 可谓事实死无生 所以眼下最明智 同时也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我进去 你们在外面等候 可 大人您就有把握全身而退吗 金山泉还是有些不甘心 当然 薛安洒然一笑 毕竟这对我来说 只是多费歇手脚的事而已 说吧 薛安再不迟疑 直接迈步飞向了那宝藏入口 金山泉满脸不舍 他真的很想进去看看到底是谁害死的自己弟兄 但他还是忍住了 因为薛安说的没错 眼下唯一的选择就是乖乖在外面等待他的归来 相比起他的紧张 薛安可就轻松多了 只见他如闲庭信步一般飞过层层光滑 最终果然见到了金山泉所言的那淡蓝色屏障 穿过这层屏障 里面便是宝藏所在 薛安打亮了这层光幕屏障一眼 微微一笑 然后便跨入其中 消失不见 眼前蓝光闪耀 犹如在海底穿行 不过这种感觉仅仅只持续了几秒钟 然后眼前便豁然开朗 现出了偌大一片空间 一切都跟金山泉描述的一般无二 不过薛安表现的可就要镇定多了 只见他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 并未急于前进 反而在原地留下了一道神念分身 一个跟薛安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原地 里在此好生守候 不要乱走 这分身点了点头 然后薛安才大步朝领域深处走去 没走多远 眼前突然现出雾气 然后便出现了金山泉描述过的守护灵 不过这些守护灵连金山泉都打不过 更遑论是薛安了 因此他们刚一露头 薛安直接便以碾压之势 将其彻底碾碎 等做完这些后 薛安脚步不停 继续往前走去 很快 似乎是穿过了某处屏障 薛安就感觉自己眼前唯唯一花 然后自己便又重新出现在了入口处